在工作報告之前 榮本人來介紹青年事務局團隊 首先介紹第一位是我們屠副局長 第二位是主任秘書李迅志 第三位專門委員周淑霞 接下來是公共參與科科長老挖布新 再來是綜合規劃科代理科長黃鴻佳 執癌發展科代理科長邱桂秋 秘書室主任袁典文 人事室主任陳秋明 會計室主任莊曉文 感謝主席議員女士先生、副市長、警察局的同仁 對青年事務局各項業務的協助 本人就到9月為止工作執行的情況 跟各位做報告 首先在綜合規劃業務的部分 今年主題在於國際事務以及國際視野講座 分別辦理了4到7月16場次 以及參與人數共到達2300人次 另外根據會後的滿意度調查 也高達96.4%對各項講座表達滿意之意 另外也訂定青年國際事務參與 關於青年國際志工 共補助本市八個團隊到泰緬、泰北、緬甸、柬埔寨等等地方 作為國際志工 另外補助本市青年朋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以及多元文化的展演 包含街舞、魔術、啦啦隊、樓道、飛盤、創意文案、廚藝、調酒等多元文化的栽培 並以青年的國際參與、多元文化參與為綜合規劃科的重要業務 接著在青屋永安基地推動青年體驗學習園區 以青年的體驗學習園區 希望設置高低空攀爬以及各項的活動設施 能夠順便帶動我們港區及周邊的進步 並徵求我們政策亮點 以海巡署的舊營區來作為日後民間投資經營的方向 接著延續去年辦理馬祖二代青年朋友回鄉 今年將繼續辦理往金門 那這個也在10月底將來接續辦理 另外本局在9月份辦理了單車成年禮 希望藉由年輕人在16歲到18歲 以100名高中同學70公里的長期騎乘 來作為一個自我肯定 承擔責任 心智成長 感恩回饋 以及也能夠來觀賞沿途本市的古蹟建築 冰海風貌 傳統信仰信譽 及鄉村稻田等等風貌 接著在多元文化的部分 本局一樓的多元展演空間 也利用了各項的設施 讓青年朋友有小舞台的表現機會 共有1800人參與 另外在各地辦理青年行動獎堂 在職安發展業務 在3月13號本局三樓清創指揮部正式開幕營運 為本市第一個公辦的青年創業中心 成功的吸引所有全桃園甚至全台灣的團隊 能夠來進駐 目前在320坪的空間裡面 打造了一個Makerspace 以及青創團隊等等 希望能夠接續打造桃園成為全台灣最亮麗 最重視年輕人的青創生態圈 最後在公共參與部分 今年也接續了青年諮詢委員會的成立 目前已辦理三次定期大會 藉由三次定期大會的舉辦 傾聽青年人的聲音 對於本府各項政策的建議 也達到本府針對年輕人所提案 市政建設部分的建議 另外也積極推動青年志工參與 還有社會參與等等 對於年輕朋友在自我實現 在參與公共事務部分 給予極大的協助 本局唯一的目標就是 提升桃園青年競爭力 做以上簡短報告 感謝大家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陳議員 以及葉明葉葉議員 共用1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有副市長還有兩局 以及議員夥伴 還有媒體先生記者 大家早 首先就叫一下我們呂局長 局長謝謝您 因為在您的帶領之下 讓我們原鄉的治安都非常良好 也不只是在治安方面 讓我們景民一家 特別在救災的時候 還是在颱風來的時候 都能夠協助我們族人 在一些土石流警戒區 做引導一些 跟他們一起在颱風的時候 有很好的一個效力 在這邊首先感謝您 那我們這幾天呢 我想全桃園市只有復興區 有辦里民大會 那我因為是里民大會 所以我要一早登記 第一個我才能夠參加到 我們里民大會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們就知道復興區原鄉 他的地是很遼闊 佔我們桃園市的三分之一 那我們昨天是在高義里 有辦里民大會 剛剛好就講到了我們的監錄系統 那監錄系統呢 我剛剛已經說過 我們地廣人稀 不像我們在都會 除了公部門的天羅帝王 如果有一些犯罪行為 或是要偵查一些犯罪的調查的話 我們還有民間的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錄影系統 那還有很多人用那個手機 就能夠拍得到 也協助警方犯案 可是山上呢 如果監錄系統不完善的話 然後呢 山上如果你要用 你有手機可以幫忙一下 警方犯案 可是又沒有訊號 所以呢 首當其衝呢 我知道最近我們都有在 監錄系統天羅帝王 一直在建制中 局長你先請坐 我就請教一下我們的 達西芬局長 那其實你也很熟悉 剛剛我們也談了一會兒 那我在手上的資料呢 我跟民政客 不興區公所民政客要有的資料 是在100年跟101年有建制嘛 那請問一下101年之後呢 你們對於我們原鄉的建錄系統呢 有沒有要再建制的一個想法 謝謝一座的指教 感謝一座對大西分局 轄內監視器的一個重視 事實上 針對市民所需的部分 市府跟警察局也都非常重視 尤其在天羅帝王等監視器的部分 跟一座報告 自105年為止 我們復興區已經建制了72支的攝影鏡頭 另外在106年 105年開始又新建制嗎 是的 你說幾個點 現在有72個 72個鏡頭 那106年呢 106年我們 警察局已經匯同當地的里長 就他治安跟交通需求 跟分局一同去匯刊 所以106年 目前我們規劃在用 利用租立式的一個攝影機 總共有規劃了21處96支的攝影鏡頭 相信啊 會對整個我們復興地區 各重要路口的一個安全的維護 會大大提升 那我希望你們把你們新設置的點呢 也讓我們的里長里民都知道 讓他們有一個放心的環境 謝謝請坐 我再就叫一下青年局局長 麻煩你們用書面回覆 就是在今年你們針對原住民 各局的一些業務有辦哪些 我還特別針對我們 在原鄉跟都會 是針對原住民青年的在地就業 在地創業這個部分 因為你們廣告打得很大 可是我都不知道說 我們原住民青年是不是有感 那比較有感的一點是公共參與 我們原住民的一些青年有去爭取計畫 我也看到他們在動 那是公共參與的部分 那我現在比較想看到的是 原住民的在地就業跟在地創業這個部分 因為年輕人大家都想要 因為自己的天分 或者因為我們原鄉的一些特點 讓他們能夠成為他們的一個事業來發展 以上用書面來回答 時間交給葉議員 葉明葉議員 謝謝 青年事務局局長 我看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報告非常的多 但是這裡面大概99%都是委外的工作 你可不可以用書面報告跟我講 有哪一個活動哪一個工作 是由你們自己所來做主辦 用書面報告跟我講就好了 另外你那個青創基地 你這邊有很多什麼發展業務規劃 我想青年事務局已經成立了一年多了 對不對 這是最新的局最年輕的局 那我也一再強調 你既然成立這個局 就要有它的功效對不對 那你也告訴我 這一年多來 你輔導過幾個青年創業成功的 你也給我一個書面報告好不好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你做了這麼多總要有成果對不對 還有你社會上面一個 旅外大學院校的學生座談會 這個部分我到了周遭幾個大學 大專院校去問了一下 好多大學生他們都根本就不知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都不知道 是不是你的宣傳不夠落實 還是說你們的這個工作 只限於在一個小局部分 你委外一個單位去做 就一個小局 就找幾個學生 就找幾個然後其他都不知道 大部分都不知道 對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也謝謝議員指導 那也請議員也能夠協助幫忙 那我們是旅外 就是接觸到桃園市以外的其他縣市 他這個大學裡面有設立這個桃友會 所以還有一個群組來優先 那我們也會來加強宣傳 我告訴你啊 我一再地強調 桃園青年事務局 以桃園的青年為主 桃園青年你都沒有輔導好 就一直想要做到全國去 你未免太膨脹自己了 然後我非常的不贊成 這些都是桃園的青年 我們會好好的來照顧他們 好我想剛才我所提的 你給我個書面報告一下 好謝謝你 是謝謝議員做指導 那個警察局長 議員好 局長我請問你啊 我們桃園捷運什麼時候通車 交通部宣布它是預定年底通車 預定年底通車 那你的捷運這個交通的幾月份就成立了 我們3月13號成立 3月13號 3月13號 局長我想這個問題剛開始 我就跟你討論過了 這個我們的捷運什麼時候通車 其實我告訴你還遙遙無期 已經宣布了100次 但100次都沒有通車成功 所以你這麼早就把這個人力 全部就放在那邊 結果基層的所有的派出所 基層的警員 每一個派出所幾乎都欠人 都人力不夠 那你把人放在那邊 你又何苦呢 放在那邊兩三個月 你現在我知道 你要告訴我說 只有留12個在那邊 有28個都到周遭的這個派出所去做邪情 我跟你講 邪情跟自己的單位服務的這個精神 服務的工作的這個態度 就完全不相同了 你不覺得嗎 跟約員報告 那我們3月13號成立以後 那就是受訓到6月1號結訓 然後派到這個捷運沿線的派出所 那有一些同仁反應啊 他要回這個原單位去支援 我告訴你啊 他們為什麼要 我請問你啊 局長很簡單啊 這不要騙人啊 他如果在原單位 他覺得他很能夠適應的話 他為什麼要調走 就表示他在原單位 他在他的單位 就有點不太適應 或者覺得說壓力太重了 他才要調走 這個我們尊重他的意願 既然已經調了 他怎麼會願意說 還要回來這個自己的原單位呢 我告訴你 會調走的基本都是 康貴心追啦 壓力太重啦 所以他才會想要調走啦 對不對 這都不要騙人 像在座這麼多 這一定要說明 跟議員報告沒有騙人 那我們是尊重他的意願 要回原單位 回原單位 不願意回原單位的 就到這個捷運沿線的開始 沒有錯啊 可是如果原單位這個工作壓力比較大 就沒有人啊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告訴你啊 這個是值得你去做檢討 我就說嘛 就不需要那麼急嘛 對不對 你明確要通車的 再來 要不然可以啊 你也說這個警政署 是不是派40個人給我 是不是另外加派 加給我們40個 上一次有加派34個 是啊 有加派 你應該將那個加派的人 來做一個統一的這個 全面的這個訓練 訓練完了之後 他可以 如果還有多餘的時間 就還沒有 捷運還沒有通車 再到各派出所去做支援吧 你不是 你把新人拿來到各派出所 各派出所去當那個訓練中心 把訓練好的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 你覺得這樣是對的嗎 好啦我告訴你 反正都已經成立了 我覺得你要做一些檢討 另外另外一個治安座談會 我想治安座談會是每年都辦 而且是各派出所在辦的對不對 我希望能夠別出心裁 不要老是就是辦同樣的 其實我們這十幾年來 我們幾乎每一場 幾乎每一年我們都有去參加 但是你所看到的去參加的人 大概就是里長動員 林長動員這個志工 都是這些人 能不能想想辦法讓其他的民眾來參與 讓其他的民眾來參與 讓他們知道更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林正峰林議員 以及李嘉欣李議員公用十分 謝謝議長 請發言謝謝 首先請教我們那個交通警察隊 我們翁大隊長 你們台灣市警察局交通大隊 在或是不可以成立一個粉絲團對不對 還配合我們京廣做一個廣播的 交通人線服務 那我請教你 一根一基一般百姓的反應 以及你們所有交通隊 隊員出去維持交通旗行有的反應 桃園市所有交流道 哪個交流道的塞車最嚴重 林口嚴重不嚴重 最嚴重是哪個利息啊 林口嚴重不嚴重 最嚴重是哪個利息啊 林口嚴重是否要改善 你認為要不要改善 我問你你認為要不要改善 每天下班時間根本都走不動都不能動 對不對 所以你們發解問題以後 應該向市政府來做報告嘛 請市政府向交通部來前景改善嘛 對不對 幾年了呢 所以市政府不知道你們網站的消息 臺灣市政府今年有改善了五六個加油道 沒有林口加油道的修改計畫 改善計畫咧 所以我向您揮揮做一個報告 把林口桂山加油道的塞車情形 做報告給所有議員跟我們臺灣市政府交通局 可以嗎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在市政府的大案會報裡面 來提報您的關心 我們會在書面的提報 一定要做出來好不好 是 好請坐 請叫我們那個青年事務局陳機長 是 翼座好 你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機長 年輕有為 你成立兩年了 我請教你 你輔導多少青年就業創業 輔導多少青年緩鄉服務 你各個書記 是 報告簡單的跟翼座報告 第一個在於說這個創業的部分 我們在3月13號 在我們的三樓有這個青創基地 總共有17個團隊進駐 那現在這17個團隊進駐之外 他們針對在這共同討論空間 其中有三個團隊 特別跟翼座來報告 我跟你講 你不要跟你講 團隊 團隊是在開會而已 沒有實際行動 這個都是實際有去設立公司 就業 就業的部分 我們是 上次不是叫你成立一個 青年服務就業的專線電話嗎 上次沒有這樣說 沒有嗎 上次是有在這個 執行說能夠成立一個 針對青年各項 就業的服務專線啊 不是就業服務專線 因為就業服務專線 在我們本局的這個 本府的勞動局 也有這個就業服務專線 那勞動局你就撤到這個業務 你們不要做了嗎 就業的部分 我們本身不是我們的主責業務 所以我們是 以這個社會服務 社會創新 你今天給我答案說 青年就業不是你的業務 我會記下來 審計算再來審 我們會持續跟勞動局來協助 來合作 跟你講 你是要輔導青年創業就業 我會主軸 但是你現在辦的活動 包山包海 什麼團國際事務 你是中央單位嗎 報告一座 我們不是中央單位 但是桃園市 也是這個國家的大門 這年輕人其實 多跟全世界有交流 對他的未來是有幫助的 我跟你講 你要改變一下你的思維 你是桃園市政府的青年事務局 是 讀中央部位的所長 了解 你辦什麼 東南亞特工隊 穿越旅行 泰國瑜的學習 泰國瑜學習中央 教育部有邊境會要你去辦嗎 對不對 這個部分 你不要跟我報告 是 你一定桃園市政府 補助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作為要點 補助青年去參加國際事務 還有 辦一些什麼 魔術啦 柔術啦 揮盤 進行樂隊 民主管行樂 烏克利利 什麼國際性表演活動 文化局的業務是你的業務嗎 跟一座報告 這個文化局他只在街頭藝人的部分 你不要給我講這些 你的業務跟很多單位都重疊 我希望你好好檢討一下子 還制定青年國際志工服務 對不對 以前世界公民代表的業務 那是你的業務嗎 你桃園市做得到嗎 桃園市的年輕人是相當有未來發展性的 我們希望來 你不要講多有發展性 把桃園的青年服務做好就好 再往中央去 你不是部長 你是機長 是我全力來照顧桃園的年輕人 真的講齁 講好幾次了 是是 要去什麼 菲律賓泰國 柬埔塞 緬甸 越南 日本 去做邦家服務 你跟新政府南向政策去配合啊 報告一桌 不是跟 這個中央跟地方配合 還是有必須性的 但是呢 我們是針對這個志工的服務啊 基本上在桃園的志工朋友 我不會接受的啦 只會你想升官去當部長 對不對 什麼利盡天燈 去平溪服務三千多多人士 平溪給我什麼屁事啊 啊 平溪跟桃園是什麼關係啊 這是我們的年輕志工 他的團隊是來自於 我們桃園人 小小特務協系 有鼓勵小孩子當警察當特務啊 啊 要辦全國高中 模擬聯合國會議 聯合國會議你們去模擬啊 誰懂啊 報告一座 你以為一言都不懂你們懂啊 這個模擬聯合國會議 其實在國內也推行好幾年喔 包括這個中央大學啊 武林高中 大學的業務嘛 你是青年級的業務嘛 不是 他是社團的業務 我請教你 你今天當青年數值集長 你管哪些業務 你的業務跟什麼 跟我們的 國小教育 體育級 文化級 社會級 全部重疊啊 報告一座沒有重疊啊 我們不一樣啊 這個體育局 比如說他是競技體育的部分 就是跟我們這樣接 所以跟你講啊 你不要變這麼多啦 你乾脆去當聯合國秘書長好了 對不對 不敢 當中央部會的局長啦 你好好跟我說我跟你講 不然今天的預算 我可以全部刪掉 我跟你講 所以把現在處理裁測掉 謝謝 拜託一座支持 謝謝 謝謝一座 好那個 謝謝 鄭鋒議員 機長 我請教你 其實本席在這裡 是愛之聲 則之切 所有的議員 我想說今天 我想你會受到所有的議員 不是給你壓力 而且希望說你做得更好 當然我已經叫研考會 把所有的一次性的活動 還有所有的委外的 你幾乎所有的活動 通通委外 所以我們不曉得你到底是 把青年書籍當作是什麼集市 實驗營還是什麼 你把所有的項目都委外 沒有影響說自己真正做事 我們自己承辦的業務相當的多 我想這個禮拜之內 研考會通通資料都會給我 那剛才林正峰也指教你很多 尤其你辦的業務 我想落實在切實一點 不需要冠冕堂皇 講了一大堆 國際性什麼性 我請問你 剛才事實上 現在大專青年 畢業過後就失業 你說跟你業務不關係 你那個年輕人就補倒他 你多關心他 是 我們有持續關心 所以我想說你的業務 我想本期不再自己跟你探討 因為我想說我會去到研考會去查 然後我想說一個禮拜 我們就會知道答案 你的委外跟委外 還有一次性的活動 到底有多少 辦了多少 你七年的一百 所有的活動是內容什麼 我想我們一個禮拜 就會知道答案 那我到時候 我在總之選手 也會非常請教你一些問題 你請坐 謝謝益聰 我請教我們李記長 辛苦了 我想說 現在大家一直講 我想這個問題有牽涉到 我們桃園市政府這個問題 現在所有監視器 理上的監視器 副長 我們理上的監視器 全部壞掉 也沒有辦法修 所有理上的 不是只有楊梅七月而已 我想桃園市全部壞掉 那現在我們 現在整個編的計算 兩年是幾億 十六億 三年十五億 三年十五億 那現在這個進行事當中嗎 現在進行了嗎 現在已經在進行了 那當時我聽市長 在總之選講說 因為偏鄉 包括楊梅新屋那一代 冠英那一代 偏鄉那個 為優先 這樣是不是這樣 是 因為原來建置租賓市的 租賓市的大概沿海 還有包括平鎮巴德 那建置的標準 我想說這個監視器 對我們這個 無論交通要打擊犯罪 各方面都非常有利的 可以幫忙協助的 像前幾天發生之後 也好得是那個監視器 所以我想說這個那麼重要 對於我們整個桃園市 我想說我們先進了一個 剩下一個過後 我希望說這十五億 這樣我希望說那個 偏鄉的盡速處理 那個楊梅到今年年 到目前建置完成是 四百六十五支鏡頭 那在未來兩年 我們要建置楊梅是六百支鏡頭 我現在講最重要的是說 理上的監視器是全部壞掉 那壞掉現在也沒辦法修 也沒有這個預算 那剛好我們這個十五億也可以配合這樣子 事實上這個監視器對治安非常重要 對交通也非常重要 我希望說能夠多支持這個項目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請林立林林議員 以及郭立華郭議員 以及邱書文區議員 還有黃景希 黃議員四位議員共用二十分鐘 請發言 謝謝 首先請教我們青年事務局局長 你剛剛有說 你是輔導青年創業對不對 是 那你成立公司 你剛剛說有成立幾家了 這個再跟一座報告 也謝謝一座的指導 那這個青年創業的部分 我們在三樓有這個青創基地 幾家 這個現在是有17個團隊進駐 其實他們每一家都是一個公司來進駐的 那其中比較 現在成立公司 創業成立公司 對他們成立公司 現在17 是不是44家 17 17 只有成立17家 對對17家 沒有44家是不是 但是你們是寫44家 對啊 44家公司 你都搞不清楚 到底成立幾家 那我請教你 他們成立的時候 他們的資本額都多少 報告一座 他們資本額大概從這個三百萬到五百萬到一千萬都有 最多是三百多萬 沒有也有一千多萬的 也有一千多萬的 那最 最多的是多少錢 大概一千多萬 我們之後把那個公司的資本額 報告一座 報告一座 我們應該是沒有提供你 有四十四家的資料 在這個書裡面 那 我回去 你做 17家 那17家裡面 最多資本額最高是多少錢 最高是一千萬 最少是多少 最少有一百萬 那最多的資本額是多少錢 一千萬 不是啦 我是說 這個平均最多是他們成立公司 最多 三百萬到五百萬中 大部分的成立 清創公司大概300萬到500萬中間 好 那我們給他們什麼樣的輔導 我們給他喔 協助 協助喔 第一個 他如果是在清創公司 有這個創業貸款的利息補貼 這個是他如果 申請這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 創業集中金貸款 還有這個微型貸款等等有七項 我們都可以給他利息的補貼 那第二個呢 他進駐到我們這個創業基地裡面 我們這個都有定期辦這個聚會 跟夜市的輔導 我們跟這個清創協會 這個榮譽輔導員 你講那麼長你資料給我就好 好謝謝一座 我問你你簡單二要跟我回就好 是是是 我們現在有在這個青年從農的政策 對不對 我們農業局 農業局有 好那我們那個青年事務局 有沒有這個跟農業局 有什麼合作的業務推動 跟一座報告 這個青年從農在有業務的推動 就是說這個青年農民他們有一個聯儀會 所以聯儀會除了在農業專業的部分 這個說實在青年事務局比較不清楚 可是呢 他其他部分如果要辦這個青年這個農業的交流 或是聚會 你要鼓勵我們青年從農也可以啊 從農中間當中也可以創業啊 是沒錯 你現在工作最主要是幫助這個協助青年創業 是最重要的啊 你辦一些工作辦那麼多也沒有作用啊 現在青年最重要的是工作啊 他們最主要是創業啊 那人家勞動局那邊他已經在輔導就業了啊 那你這邊就是輔導創業時你最主要的工作啊 你其他的工作你不用做那麼多啊 是不是這樣呢 對我們會來全力來協助青年農民 那一座應該講的是這參與市預算啊 對對對 那參與市預算喔 我們從去年喔 是這個 有沒有啦 你說有沒有啦 有有我們有編 多少錢 目前是佔編是兩百萬啊 兩百萬要給這些青年去做這個公共事務支出的這個預算的一個 兩百萬是整個活動 那其中有一百萬是做地方的模擬 一百萬 對一百萬 兩百萬是整個project 佔用太多時間 對不起 那個局長 我再請教你喔 我們現在去參加那個告別室齁 都有很多這個黑衣人 那然後我看我們的同仁都有拿那個攝影機在照射齁 那請問他的作用是什麼 因為一般社會觀感不是很好 那全國性都會要求就是如果有告別室 有很多這個穿著黑衣的我們去那裡收證 只是要預防犯罪發生而已 預防犯罪發生 那沒有成效是不是 那有時候會查到通緝犯 會查到通緝犯 是 那我再請教你喔 我們那個 那個 因為前一陣子也有我們這個榮安所這個 這個同仁自強的一個現象 那那個已經不算是少數了 已經在我們桃園市也算是第七件了 那有沒有平常有沒有對我們現在從 各個單位 我們各個單位那麼多 有沒有對我們同仁啊 或是這個家眷啊 做一些這個關懷的動作 一座講的我應當是全國不是我們這裡 不是我們這裡 不是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只有一件 只有這一件 我看你也很委屈嘛 你這個自勤處分 還有我們那個廖分局長也都是自勤處分 也都是寄過嘛 這個也是算一個擔當啦 希望說我們能夠多關懷我們的警察同仁 好我們會多加關懷謝謝 謝謝 謝謝 那個陳局長 有 我在記錄的時候 我們巴德分局的趙分局長 幫他叮嚀 他說喔 穩定的座安 才會讓我們同學的少年 安心來通行 你有認同嗎 有 有 我真認同 要認同一下 感謝分局長 對 尤其 尤其 李綺綺檔大頂子 我們同學的警察局 是天人說很感心 尤其在那天的梅基颱風 梅基颱風是日時的嘛 所以說我們 我們經報的力量 很多都在維持著這個交通 那天剛才風雨這麼大 真人真正地會讓人出來了感動 不怪剛才李綺綺檔在港州部局上 我們全國的提案 在土耳上算很好的 所以說要跟我們警察局來鼓勵一下 你有認同嗎 我非常認同 我們議員說的 我們土耳市的警察是最讚的 這樣喔 是 是啊 我想 剛才我也跟阿芬議員在開港 這麼年輕的一個局勢 要說一時間 有多大一個性格的表現 聽人說 這個實在是很不可能 尤其年輕的 這次你想什麼 我們怎麼知道 就別別說議員當事 就好了 一個王奧瑜 生日日後發 跟我們這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那個要來比 好 李綺綺你想要怎麼 這個在想法上頭 就有一個代告 所以說對青年事務局 我們支援部理局 可以讓你繼續 來鼓勵 來給你拼搶 讓你可以說 在這個 第一期來 第一期間來 有一個性格的表現 好 很感謝議員 我們繼續打拼 我們所有的團隊 都為了我們土耳的少年家 來全力來努力來打拼 是啦 我們議員是沒有了 尤其說有創業這個 你說創業這麼簡單 我們 我想很多人 也沒有 很多議員當時也沒有做議員 我就來統計就好了 感謝 這個困難就有啦 我們這個 就是這個青創的部門來 檢視他們在 創業期間的困料 和這個困難 也感謝我們議員 都跟我們道三天 感謝 不會啦 應該的啦 因為 不要怎麼說 這個少年家 應該是我們台灣未來 期待和有望 是 是 所以說 有這個青年事務局 來地 要等級 來推動 來鼓勵 那麼 讓他們有這個機會 那麼 這是一個很好的工作 但是啊 我這回想 就是說 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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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同 青少年 的 這個 我 還是一直居高不下 對不對 對 這個期間 是因為 因為 那天 我們老闆公 在跟議員 報告的時候 我們 如果 我們 剛才 畢業巢 這個 部門 最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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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事務局 也有參與 市政務 這個 就業促進委員會 這個委員 所以 我們也可以來 會一定 全力來 跟勞動局 繼續合作 跟我們 全投行市的 事業路 來幫他降機 感謝議員 我們記得 好 謝謝 來 陳局長 你就不用坐下 節省時間 我先請問你好了 好 這個青年事務局 因為你的問題不多 因為到目前為止 看到你有很多的活動 那剛剛也聽到你的工作報告 問卷 都非常良好 首先 恭喜你 但是我現在還沒看到 你做的其他事情 我還找不出什麼問題 但是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 我們 在這個桃園 我們文燦市長 一直在強調 桃園是最年輕的城市 但是在桃園 這個年輕城市裡面 二十歲到二十四歲的 青年事業率 大概佔了 百分之十點五 那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的 青年事業率 佔了百分之六點六 我想你要努力的目標 就是 除了說你要輔導他創業 不是每一人生都生你兒子 生你兒子好生 但是一般 桃園的人才積極 我看你從的活動 有高中有大專 有大學 這個非常廣泛 我相信 你在這當中去搜尋的人才一定不少 應該輔導他們的 除了這個從事創業以外 還有就業的問題 那你這個完全不是只有勞動局的問題 不要說就業只是勞動局問題 你在青年從農裡面也牽扯到了農業局 我相信你在這個青年事務局的這個業務廣泛範圍內 你牽扯到的不管是勞動局也好農業局也好 息息相關應該要有一個互動 那我相信這個就業應該比創業要來的還要重要 謝謝益作 剛剛很多話說了 你回答我的時間這麼多 我早上來擺 所以簡單就好了 這個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因為你不好好努力 為青年事務局是你首創當局長 要留下一點成績 不然這個過兩年你就不是青年了 到40歲而已 你這個局長會被換掉 因為也會跟下面的這個青年 會有代購 所以好好珍惜這幾年 給你鼓勵 謝謝益作 李局長 郭議員好 這個我們基層警員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 常常看到不管是大熱天還是下雨天 我們遠景在一些大路口的交通指揮 都非常的密集 為了疏解交通 但是他們的安全問題也常常聽到 我們也常常聽到一些就是發生一些事故 我們遠景發生事故的問題 我想這一點 遠景的基層辛苦 我們已經對他這個很過意不去 他們的人身安危更要重視 要加強這一點的這個照顧跟防範 我非常認同國委員的寶貝 我想這一點就提醒一下 那不管說遠景這個長期時間工作的壓力 那照顧他們的休閒這一塊也不能忽視好不好 事實上這個部分市長也好 我們警察局也好 我們都非常重視 對啊 遠景的休閒也不能忽視 我們其他局處的活動經費有這麼多 辦了大型活動也這麼多 都為市民再增加這個休閒生活 那我遠景的也不能 我想這一個區塊也要加強 另外我比較關心的是 包括那邊消防局也好 我們的捷運很積極的在推動 我想年底要通車好像對我們文燦局長來講 好像勢在必行 那我們在這個捷運裡面 在我們桃園的轄區裡面有15個站 那我看你現在成立的捷運警察 對只有40名的警力目前對不對 是第一階段 對那你覺得你這樣的 這個目前在教育訓練當中 那對於這個捷運站是不特定對象 對這樣的人群的應付你覺得足夠嗎 警力足夠嗎 我們在10月底我們會再補充23位 我想要做好事前準備 我們要消防局做他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警察局準備好了嗎 事實上我們也準備好了 我們3月13號就成立捷運警察隊了 真的齁 那這樣真的感謝你 關心一下我們爐竹派出所 我們爐竹分局 龜山跟爐竹的人口數很相近 但是龜山有7個派出所 我們爐竹只有4個派出所 但最重要的我們爐竹分局 我看到你的工作裡面 有很多分局都在都在興建中 我很高興 那但是我們爐竹分局 目前還是借用我們農會的大樓在使用 在這個單向街道的出入 對於說這個我們的有一些報案 要處理都有一些不便的地方 我希望爐竹分局的這個興建可以及早定案好不好 我們會努力 我們初步是選在這個捷運綠線的Z13站 就是中正北路跟南竹路有一個機關用 但是希望盡快 因為捷運綠線是如果說能夠及早來推動 當然是很好 不要說只是一個區域範圍遙遙無期 那最後要給你一個嘉獎 我們少年的犯罪比率6度是最低的 全國是第三名 但是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保持還有努力的空間 這一點真的值得鼓勵 因為現在的犯罪年齡越來越輕了 所以在這一點給大家一個嘉獎 謝謝 謝謝郭議員 就教一下我們陳局長 我想我們很多這個議員都非常關心 我們桃園的一些青年朋友 那我們在桃園有規劃就新民的這個創業基地 還有安東街的這個創業基地 那目前在三樓 我們有一個這個清創的這個指揮部 那我們也有提供了很多的這個空 也有一些空間給我們的一些創業團體 那有30人的有100人的 你覺得目前啊進駐 你這邊資料寫說 有17組的這個創新團隊進駐 那有441名的一個會員 你認為未來可以給桃園的這些年輕人 什麼樣的一個空間 是 謝謝議座的指導 那這個第一個在我們三樓 那第二個這個即將在明年6月 在我們桃園區的安東街 會有第二個基地 那第三個是在新民 那三個當然環境大小都不一樣 那新民是因為它本身是商業地 我們可以就是以加速器 甚至它這個創業的公司 它是可以涉及在我們這個基地裡面 那未來的目標是當然希望 能夠把這個創業生態圈的氛圍 把它建構起來 因為這個已經要先從人的開始連結之後 才能陸續擴大來有這個影響力 所以有這個氛圍 相信桃園是這個廠是最多的 然後工商大事 它也可以做後廠的一個資源 所以我相信這個清創的部分 那我們今年6月份 我們有推動這個公民審議 及參與式的這個預算 事辦的一個計畫 那規劃實際方案 讓青年朋友能夠學習演練 然後邀請大專院校的這些青年朋友 社會青年跟團體 然後進行三場次的這個工作坊 請問一下這樣的一個 你說明年度的預算是編200萬是嗎 對 編200萬 目前為止參與度高不高 我們這一個目前的這三場的工作 你到10月2號已經辦理第三場結束 這個都爆滿 我們是設定60個人 但是都超過60個人來參與這個活動工作坊 因為這個是比較欣欣的議題 在桃園我們比較沒有錯 我想你要加油一點 我們有預言說要把你的裁測掉 所以你一定要交出一些成績來 是 我們會持續努力 謝謝加油 另外請教一下李局長 我想我們這個 今年內政部在8月份的時候 有成立這個打擊詐欺犯罪中心 那我們桃園市對於現階段來講 我們怎麼樣來配合中央的這個 這個打擊犯罪中心 另外就是說 我們破獲的這些詐騙集團 還是相當的猖獗 到底你這個工作報告裡面寫 105年4月1號到7月31號 查獲詐欺集團實踐 嫌疑人178人 我們防堵了多少這些受害的民眾 把他們的這個錢追回來 有多少 攔阻的800多萬 800多萬 是 那被詐騙到底是有多少錢 總total這樣統計 攔阻800多萬 但是你這個案件裡面 這麼多件 應該不止這些吧 不止 那詳細的資料 我再會後再提供給一個 好啦 你加油一點 另外我想 這個寶可夢是年輕人在玩 也可能 拉龍鬥燒在玩 現在在桃園的這個 不是只有公園而已 現在的這些 追寶的這些人 可能大馬路就停下來了 像昨天在龍安街 之前 後站 很多很多的地方 這些 追寶的人 直接就把摩托車停在路中央 再抓寶 我們未來要怎麼樣來因應 我們會加強巡邏 一方面就是網路的巡邏 我們會來加強 針對這個抓寶的熱點 我們會密切來掌握 那如果會嚴重影響到交通的 我們會行文給這個網路公司 請他把他撤除 希望你們能夠多加油 那我們 其實桃園的這個同仁 拜託你們都是跟我們關心 基層援警的一個心聲 我們不希望 同安所的這個事件 再次發生 那我們也希望說 做這個心理的一個輔導 好的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楊朝偉楊議員 楊議員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林議長 首先就教你一下 我們也是非常關心的 就是我們監視器的天羅地網的部分 我們也非常關心 不管是我們行案 或者是我們一般車禍 尤其是民眾 每次到我們服務處 都希望能夠調監視器 所以說天羅地網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說 對於新的年度 我們大溪建置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目前大溪到目前為止是 494支的鏡頭 那明年會建置230支 明年230支 平均的分布到我們大溪各個里 是不是 好那我想這部分 是我們民眾所迎接期盼的 我想針對於入口的部分 希望能夠按重要順序 順序的先後 我想要趕快來建置完成 這個都會 都會參考我們地方的人事 包括民眾所建議的 包括我們林長 里長 我們議員建議的部分 我希望多辦幾次會堪 好不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跟議員報告 就是明年的 我們現在已經 明年要建置的 目前我們都已經會堪完畢 而且我們大概這個10月份 我們就要上網公開 好謝謝 我想這部分也是 減少我們的困擾 要不然民眾 發生車禍 發生什麼意外事件 都希望掉那個露營帶 因為市長非常重視 所以105 106 107 那我想關於天羅地網的部分 希望能夠趕快的建置完成 第二個我特別提到一下 剛剛有特別講到 我們少年犯罪的部分 我們是六度裡面 比例最低的 但是中錯生的部分 反而是最高的 所以說我想警方 在協詢中錯生的部分 我希望能夠再加把勁 尤其是他們在每一季 每一季開那個所謂的 中錯生會報的時候 我希望那個分局派出去 參加會議的層級 能夠高一點 不要派個承辦去 最起碼派個組長去 去了解一下 看看是 到底是中錯生 到底是去公廟 還是去什麼咖啡 什麼什麼網咖等等的 我想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 第一線 馬上可以知道這個資訊 好不好 我想這中錯生的部分 協群 希望能夠配合一下 第三個我想再提一下 你們現在抓酒冊 這個政令非常的好 但是衍生出 另外一個問題出來 現在大家 像我們是有應酬 喝酒家都不開車了 全部做計程車 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問題 現在是很多的計程車 這些問獎 大哥 在跟我們投訴 他們每次晚上 在那裡喝酒醉的客人 一上去 就先問候司機的爸爸跟媽媽 你知道嗎 就開始幹狗了 他們又酒醉了 酒醉以後怎麼辦 載到附近的派出所去 請由派出所的員警來協助 來處理 那我不知道說 你們現在衛民服務的工作 有沒有服務到這個區塊 因為這些問獎司機 他們很辛苦 有時候都跑夜班 好不容易載到一個客人 結果客人又是酒醉 然後酒醉又沒辦法處理 然後又載到派出所 你看最近看那個新聞 到處都是啊 不要說一般的民眾 你們員警也是一樣這種狀況 我想是不是 可以通靈各個派出所 遇到這種計程車司機 有載這種酒醉的客人的話 你們如何來協助 來解決嗎 因為他們好不容易 一個晚上載一個客人 結果載到一個酒醉的 在那邊爐小小 結果又不付錢 結果一個晚上 那麼辛苦錢又沒有了 那我想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會全力協助 因為他如果載到派出所 或者是我們接貨到 進行車駕駛人的一個報案 我們都會到現場 所以說現在我就講說 你們酒醉這個政令 做得非常好 喝酒不開車這非常好 但是衍生出另外這個問題 所以很多這些 自行車的司機大哥們 都特別跟我們反映說 是不是能夠要求 我們各個派出所 尤其各分局長在這邊 各個派出所 這種衛民服務工作 能夠做好一下 會 我們會來做 好的 因為這樣可以防止很多意外的發生 好 你請坐 好 謝謝 陳議長 是 議員好 請說明一下你的工作 大概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 針對我們這個工作方向 剛剛有總結就是說 全面來提升桃園青年的競爭力 那我有三個業務科 在綜合規劃的部分 好 節省時間 好 謝謝 你就是就業跟創業 很簡單 就業跟創業 是不是 除了這些之外 也希望提供給我們青年朋友 公共參與的一個 公共參與的部分先不講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桃園市是六都 失業率最高的 那失業率年齡層 在勞動局的時候 他的局長工作報告特別說明 我們20歲到24歲的失業率 將近10.5% 是比例也蠻高的 我想請問一下 你一直拼命的叫這些年輕人 去創業 創業 創業 我請問一下 100個年輕人裡面 有幾%只有能力可以創業的 你為什麼不重點擺在那些 如何來就業的這些年輕人 是 謝謝一座的指導 那我想這個局處當然有分工 但是我們市政府是一體的 所以在這個勞動局的 就業促進委員會裡面 剛剛也報告說 我們也是委員 希望提供一些新的建議跟想法 能夠來幫忙解決 整個桃園市的一個青年的 失業率的部分 我們也會全心來努力做這個部分 不是 因為在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你的這些活動 你辦的這些活動 完全沒有一個是你們局處裡面 自己承辦的 完全是委外的 滿多活動是我們自己承辦的 那我來請問一下 你們花那麼多錢 然後做的成效 我覺得讓我們所有的同仁 對你們局處 不是說非常有意見 是覺得你們績效 在所有局處裡面來講 是比最差的 我想這部分希望我們局長這邊 真的要好好來檢討一下 謝謝益作 我們會全心來努力 對於年輕人的一些輔導也好 對於他的其他的一些想法也好 我覺得不要老是都是那些 那一堆的人在玩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要層面稍微廣一點 層面廣一點 第二個你剛剛特別提到 我們所謂的呂陶的大專院校 當然是希望能夠照顧到 我們桃園市的這些 就讀在其他縣市的所有的 這些同學們 能夠知道我們有一個 所謂的服務的單位 除了我們服務的單位 那你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來找這些學生呢 跟益作報告 我們有發函給全台灣的大專院校 那請這個全台灣大專院校的 這個學服組 他們都有針對他們的社團 好的我想這部分 希望能夠真正落實 不要成立一個千年事務局 到最後都是在燒錢的 不敢不敢 謝謝一座指導 謝謝請坐 是 警察局局長 我們第幾藝術節 17天 感謝你們 大家很辛苦 我想這次的活動 辦得非常成功 我去了十幾次 我想警察在那一方面 完全沒有聽到民宴 完全沒有聽到民宴 那劉邦誠 他交通組組長很認真 分級長每天在那邊 現場在督導 真的非常認真 不會說塞車塞到這樣不會動 我覺得這個 我想以後辦任何活動 我想都要做得非常好 分級長好不好 我知道你很認真 真的每天在那邊 每天在巡邏 有八九十萬人潮到我們永安一港 對不對 可是至少那邊的車輛 全部都安排得非常非常好 我想這個 以後我們明年 農業博覽會還是在我們新屋 那人潮會更多 更多所以你要事先規劃 跟這次地景藝術節是一樣的情況 地景藝術節 市長親自到現場去 交通動向怎麼樣 全部自己親自去督導 所以這一次整個活動都辦得很OK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分級長請坐 還有 一座報告 那我們除了在地的揚美分局以外 那這個停車場接駁車的大員分局 還有也有調度其他的分局的同仁去支援 所以同仁都非常辛苦 我覺得這些工作人員應該要給他獎勵 要給他獎勵 也市長獎勵 那天楊梅分級 還有發獎金給交通組的 我覺得這樣非常不錯 非常不錯 給他們一個鼓勵 因為他們確實都很認真 確實都很認真 我想這個一定要好好表揚那些 辛苦的工作人員 一些需求 我們警察局經費也會全力的支援 會全力支援 局長都有很多的經費 撲到各分局 這個一定要給他們獎勵 警察真的很辛苦 這很辛苦 大太陽底下海邊 北風吹 大太陽曬 美國曬得烏七媽黑的 確實是 真的曬得烏七媽黑的 因為我在警察局開完會 我到新屋去 那邊竟然在下雨 風很大又下雨 太陽很大 太陽很大 那個最重要的 還有我們補領派出所 我想上個會期也講過了 那到底我們現在你們又沒有在催進度 不要搬到投州 那個市場三的用地 現在已經辦理要跟它變更為機關用地 目前是民政局在主導 他委託新屋區公所 在辦理這個 這個 勞務採購 我知道 因為這個講滿久了 我想每次會期都在講 到現在我們都看不到有任何的動作 因為他除了建制派出所以外 還有這個日照中心 里的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在那裡 我想最重要的是警察局 你們派出所要搬到馬路邊來 對不對 搬到正民族路上 因為現在投州治安 因為很多新的住民 新的搬進來住 有些真的很亂 而且那個都別墅型的房子 小偷喜歡對那個地方 特別喜歡那種地方 然後蓋一些別墅在那邊 所以那邊也要加強巡邏 派出所也趕快進駐 因為投州人口這樣會是新屋最多的地方 我們會結合民眾局 我們集體來辦理 對啊 集體一提好不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茂群留言 留言請發言 謝謝 局長 請問你 我們八德的天羅帝王 明年的編制情形 目前我們八德是已經建築643隻 明年500隻 那還不夠的怎麼辦 那後年還會再500隻 應當這樣子 我們今年的四月有全部去匯刊過 應當這樣就足夠 我知道 局長你們匯刊是OK的 是我們現在反應的 明年都沒有辦法裝 有點在塞車的情況中 因為 我希望局長你講三年十五億 如果不夠的預算 副市長我們在這方面可不可以增加佐練 因為明年的預算我沒有看到增加 但是天羅帝王確實不夠也緩不济集 我希望這方面我們努力一點可以嗎 跟預作報告 那因為我們特別報請市長這個核准 就是說今年6月6號已經成立犯罪預防科 他專責來辦理這個監路系統 所以說這個進度我們的掌控 就像明年要建制的 我們現在已經要上了 我講的你聽不懂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申請的監視系統 今年要申請 連明年的預算你都跟我講沒有了 要怎麼辦 不是跟預作報告 那個有一些優先順序 我想這個部分請申請 所以我就要請你幫我解決這一點 好這個沒問題 好不好 副市長請坐 第二個 局長我們要不到我們目前 今年的中措生的數字 我們誰可以給我 我們今年中措生的數字到底有多少 我們也在六都的名次有多少 跟預作報告 我們根據我們警政系統 昨天抓到昨天最新的紀錄 我們桃園市中措生的部分是46人 那麼46人當中有20個人他是中措 但是他沒有失蹤 但是26個人是中措又失蹤 那這46人當中 那巴德有幾位 因為我接觸到巴德的其中的一位 巴德分局是四位還有四位未尋獲到 好 局長 從你這個數字我希望我們警戒的同仁 把它也列於不要說中措生就沒有績效了好不好 我們會積極來那個 譬如說青春專案 拿出成績啊拿出成績就像你說的這個犯罪預防中心 我們不在乎說當然我們也希望說能圍堵能夠讓你破獲得多 但是我們更難過的是錢都追不回來 我們常常服務處的都跟我講警察辦很認真問題是錢都花掉了 我們希望你們在這方面能夠具體積極一點好不好 好的 再來我想我們議員也在講你這個寶可夢追寶 我希望副市長我希望我們這個嚴令不管警銷的單位 所有的公務人員上班不可以去追寶 因為這個也是有啊 那另外我們常常就是經過 因為我們常常開車只要經過公園 那個公園線就是這些抓寶的 因為它是熱度嘛 那摩托車停的亂無章法 而且讓我們這個開車的 它已經站到我們的開車的車道了 我覺得對大家的生命危險 只為了抓寶完全不顧生命危險了 這樣的一個亂象我們怎麼樣的制止 或者我們應該怎麼樣的影響交通 讓人家沒有辦法承行 我覺得是我們應該怎麼樣做一個宣導 我想將來應該層出不窮 連很多連 因為它追寶不是光限一個年 越有越這個人數的增加 我看大家都在玩 只要公共場合 尤其公園 尤其是晚上你知道 我那天開車出去開來桃園 那桃園的公園旁邊全部都是人 我才在想說這到底突然什麼事 我才知道這是在抓寶 我們在這方面能不能積極有作為一點 跟一座報告我們會加強這個在網路去搜尋這方面的訊息 局長我希望這不是口號 因為目前已經造成我們桃園縣一個行的這個困難了 我希望不要試口號 您能再往後的日子給我們感覺積極一點 那我們桃園縣欠的警察已經就到位了嗎 還欠多少人 我們警察的部分目前是缺399個 那最近可能會分發52個 那還欠340幾個 390 明年可以補齊嗎 明年因為警政署它是準備就是說在五年內 補齊 補了兩萬四千多個 看能不能補齊 局長我希望在這一塊我們努力一點好不好 我們會極力爭取 因為你儘速的到位有減輕我們的壓力好不好 是我非常認同 好 謝謝 那個局長 是一座好 我從早上質詢就看到您的口才變才無礙 不敢 不敢 我希望我們一直在希望你拿出一個成績單 我請問你我們青年事務局的工作是什麼 工作就是協助年輕人然後在公共參與 擴大還有能夠安居樂活 好 那也許你的比重啊 我覺得我從你一直在講 我覺得你的比重搞錯了 我們最希望你拿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在創業就業這一塊 請你告訴我青年事務局成立以來 我們針對創業多少人就業多少人 你回答我 是 謝謝一座的指導 那其實我們局的三個科的分配 其實在治癌發展科 其實它也是人數最多的 然後也是這個預算經費最多的 你告訴我多少人講重點 是 我們在這個三樓的青創基地 有17個團 那目前會員有400多個 這些部分都是可以讓我們的年輕朋友 局長剛剛議員為什麼在講 你講你17個創業單位嘛 團隊 請問你有創業了嗎 有有這個都有創業 17個是嗎 團隊 17個團隊有11家成立公司了 17個成立公司 那請問你為什麼跟我們 你就業呢 就業呢 你輔助他們就業的 譬如我們在講你的20到20事業的 失業人口在我們10.5% 您在就業這一塊 你有在努力琢磨這一塊 你有什麼努力過 報告議座 這個根據統計 一個創業的公司 平均可以增加7個工作的機會 那在就業的部分 我們也在學校方面 希望在縮短學用落差的部分 不要讓他說 他現在在大學唸書的部分 他不曉得 和我大學唸光光 可是其實現在市場已經沒有了 那現在 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夠縮短 我問你多少人口 請你先答人口再訴說好嗎 局長我真的要請你出具了耶 我們請你答什麼問題 請你尊重議員的 問你什麼你答什麼嘛 你去講那個肉要等我問你 你就業創業的多少 就業工作人數有多少 你答得出來嗎 一個公司平均是7個 所以如果是11個就77個人 多少啊 算數你不會嗎 是 多少人啊 77個人 77個人 是 請問你們青年事務局成立了多久 一年六個月 你對這樣的成績你覺得滿意嗎 我們會持續來努力 全桃園市民對你非常有期盼 你拿出這樣的成績單 你覺得你站在這裡 你對得起我們桃園市的青年 你這個青年事務 難怪有議員說要裁測你 我希望 還有我請問你青年事務局有多少人 我目前是33個人 33個人 可是從你的 拿出你的工作預算書也好 工作報告也好 為什麼議員說你大部分的工作全部在委外 大部分啊 有少部分才是自己辦嘛 所以我們認為說今天錢要花在島口 你最起碼委外 你也有委外的心得嘛 你們也要拿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要不然我真的我也很富裕啊 青年事務局 我希望你們要把創業就業的人口的比例看得很重 而聯合這些什麼全國高中模擬 聯合全國的業務 或者你東南亞或者志工這一塊 放比加輕 局長輕重緩急你知道嗎 你的工作 所以嘛 你會跟我們有落差那麼大 我們希望青年事務局的工作 還有你的利息貸款 你說你的工作 我覺得你們的工作有大有進步的空間 是不是 而不是我們問你們 你們在講的跟我們需要的答案 或者你們創業或者就業 造成我們 你看我們百分之十點五耶 我希望你能夠用心在這一塊好嗎 好 謝謝 我們會來努力 你不要以為說你這個時間混過去了 我相信你在總質詢啦 你的質詢的預算一拿出來 我們就非常多的意見 局長 我也希望用人為財適用啊 要用專業啊 好 也不要 大家認為都知道你從青商出來 你只有focus在青商這一塊 那你會得罪所有的社團 不會我們全部都知道 也不要說今天什麼疫情日速節 我們的這個元宵節 這些節日 你只陪著青商啊 你去 謝謝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李蘇貞 李議員 徐奇萬 徐議員 陳美媚 陳議員 三位議員共用二十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請問你從青商出來對不對 奧瑞剛您辯父的時候您擔任什麼職務 這個部分是嘉峻比較沒有學到的 我沒有參與這個 你沒有參與嗎 對沒有參與 但是你的口才真的是一級棒 不敢 非常會辯論的 希望您的這個長才可以交給年輕人 好不好 那我想您剛剛這麼多議員講了之後 您講說你要全力照顧桃園的年輕人 您怎麼照顧 報告一座 照顧什麼 不用報告 你先講 講重點 只謝一座給我們這個機會 那我們針對我們服務的對象 分為五大群體 第一個就是社會青年團體 好好好 你又講了五大那十分鐘都你講了 不敢 我告訴你你全部沒有嘛 你一年六個月我請問你 青年事務局一年的預算多少錢 一年的預算大概一億多 一億多 是 扣掉人事費用嗎 扣掉人事費大概 今年是八千多萬 那你是全部都在辦講座是不是 講座課程訓練 講座用了八千多萬啊 沒有不只是講座 各項活動還有講補助都用 沒有看到你的成績單啊 也不知道你青年事務局 到底在做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是不是只有辦講座 講一講就做下來了 這部分我們在加強跟益座的溝通 不是 我跟你講局長 你整個看你的報告書裡面 弄了什麼 青創指揮部啊 指揮什麼 這是一個名稱啊 就是針對創業基地 因為我們 那你還有什麼創業基地 總共現在是三個嗎 目前只有一個 那後續在北桃園 跟在新民市場 會 那你人力呢 你這樣人力夠嗎 包括一座 我跟你講啦 你也不需要辦這麼多講座啦 其實講的聽的人不是很多 我希望你們青年事務局 真的是能夠幫年輕人創造它 你來上課啊 你口才這麼好啊 來上課啊 教他們怎麼去外面跟人家講話 也不錯啊 對不對 那我也不知道你們 辦了那麼多場的講座 也不知道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那很多 你像原住民這一塊 是最值得我們去幫忙他們 那你有沒有去關心原住民這一塊 有沒有主動去關懷他們 請問你事務局 有提供他們什麼服務嗎 原住民這一塊 在我們辦的這個活動當中啊 那獎補助也有這個原住民青年團體 來跟我們申請獎補助 補助什麼 補助這個原住民的青年朋友 那你才預算那麼少 你要補助什麼 當然就是 其實青年的需求 其實不會很大 團體有兩萬三萬 對這青年朋友 他們就有很大的一個受益性 補助他們兩萬三萬 辦這個青年的活動 活動補助他們 是活動補助他們 其實其實局長 是 我蠻care補助這個團體 其實你們花了很多錢 都在辦這個演講會 辦這個座談會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是在燒錢 我也不知道你們講了那麼多 到底有多少人吸收到 其實原規正傳 你青年事務局 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啊 你看桃園 我們台北市 目前啊 有在幫我們一些年輕人 留學的貸款 我們教育部 你曾經有跟他們接觸過嗎 報告一座 這個在上一個會集 也有提出來 我們有針對這個 現在中央教育部跟台北市 你有沒有輔導過 我們桃園市的 年輕人去留學的 補助他免費的 現在辦理的是 有沒有 目前還沒有案例來跟我們接觸 是啊 一年六個月你一個人都沒有 那你就是沒有宣傳啊 對不對 這這麼好的 教育部 你有沒有去跟他 touch過 教育部有 touch過 然後呢 那我們整個桃園市 沒有半個人來申請 免利息的貸款啊 目前我們獲得的訊息 都沒有 我們這裡獲得的訊息是沒有 那之後也謝謝一座來提醒 我們會加強來宣導 我問你有沒有 你講那麼多 沒有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你都在辦獎座 所以這個這麼好的一個 教育部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優惠 讓我們年輕人可以出國 讓他們去讀書去留學 有國際觀 這個是培養年輕人最好的一塊 有這個資源 為什麼你不去輔導呢 我們會去輔導 輔導一年六個月 連一個都沒有 報告一座 這個有沒有需要來做貸款 不是我們說 你要告訴人家 我們一定會去告訴年輕人 只有117萬 你家裡面總total收入117萬以下的 你就可以申請免利息的這麼好的一個資訊 為什麼你身為一個青年事務局局長 你沒有告訴年輕人呢 這個我們會來改進 你就是在講說燒錢而已是不是 不是來燒錢而已 所以我們在這個包含 10月16號這個國際視野講座裡面 我們也會特地來做這個宣傳 你這個資訊沒有出去 你這個資訊沒有出去 出去的話很多現在年輕人 他想到國外去留學 但是他沒有錢 所以你應該要這個資訊應該要流出去 讓所有年輕人知道嘛 所有的只要你的家裡面的收入 未達到117萬 你就可以不用全額的利息 到235萬全部加額235萬 有一半的只要講一半的利息嘛對不對 沒錯 這麼好的一個福利 為什麼我們桃園市民都不知道 所以局長你要不要檢討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檢討 那在耳後的各項事務上面來多多宣傳 剛剛翼座來提醒我們這個福利 你多多辦奧論綱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們會來做檢討 那接著時間給我們陳美美 謝謝 謝謝議長 我先就加於我們青年事務局 我們陳局長 大家都非常關心我們青年事務局 這個有關於青年的創業還有就業的問題 那之前你們今年也有針對這個創業貸款利息的補貼嗎 這個預算大概可以協助500位的青年減輕這個貸款的部分 那你報告目前申請的是23位 那就有關於這500到23這差距真的還蠻大的 那你們後續有就是怎樣再來推動 或者是說是不是這個相關的這個方式啊 對於這個創業來講 不如有一些能夠把它改變成協助怎樣來就業 還可能受益還比較大一點 是 謝謝議員的指導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是今年2月1號開始來推動 去年預估是就我們所有跟經濟部中小企業出來申請 那我們也透過各種管道然後也發函 那現在礙於說為什麼質詢率相對比較 就是申請的案例比較少 到今天為止是33例 那比較少原因是我們請銀行 能夠提供給我們說這個貸款人的資訊 銀行在這個部分他礙於這個個資法 所以我們沒辦法這個直接接觸到這個貸款人 那所以呢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更廣泛的一個宣傳 包含這個電視媒體啦報紙啦 或甚至透過我們桃園的這個 剛剛跟報告這個青創會啦 龍子園跟這個中小企業協會 比較有在跟年輕創業者接觸的 能夠廣為宣傳我們這個案例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來改進 謝謝議員 因為我們通過這個預算也是希望說 協助這一些創業的人 但是發覺這個質詢率真的有點低 但是現在之前我們勞工局的部分 又針對我們目前這些青年的這個失業率 又算佔那個比率也蠻高的 是不是你們在未來的部分 就是創業跟協助就業的部分 這個比例可能也要來做適度的一個調整 謝謝我們會來做後續的檢討改進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青年諮詢委員會 的部分你們現在就是說 諮詢委員會的部分 他們也有再反映到一點 就是說你們如何把他們每個人的 這些相關的專長如何來應用 跟議員報告我們現在總共開了 三次的定期大會 那當然之前還有一個小組會議 那依照委員自己的意願 我們把這個諮詢委員會分成五組 所以他會針對市政建設 教育文化就業創業等等 這五組他的委員個人的專才 來對市政府的相關局處 比如我們第三次的定期大會 這個委員在市政建設組提供 是不是我們在公園 能夠減少這種罐頭化的這種裝置 其實當天我們的公務局長 也都很立即的回復我們青年朋友 那也希望青年朋友 能夠來給我們市政府 在各項施政上的建議 來達到我們真正來成立 青年諮詢委員會的這個目的 做以上的說明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有大概看了一下 我們青年事務局的這個 我們的官方的網站 發覺這真的要符合那個年輕活潑化 還是有點距離 我們是不是也能夠跟我們這些青年諮詢委員 大家也能夠就我們相關的這個平台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更符合現在這個年輕人 這個使用率的一個需求 這個我們來跟青年諮詢委員來共同討論 因為裡面有很多這個美術藝術專才的這些 年輕朋友來給我們一些意見 謝謝委員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參與式預算 你們今年開始試辦 目前參與的人數有多少 根據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在之前有辦了一個工作人員的培訓 所以總共有二次來參加 那接著在9月24號 10月1號 10月2號 總共辦了三場這個工作坊 那我們一場的上限是60位 但是其實報名的人數都超過60位 包含連中央大學的這個客家學院的院長 都來參與 因為他覺得說在桃園這一塊是比較少在推動的 那有一個新興的這個思維 那能夠來大家互相學習演練 所以這三場的推動下來 成績還算可以 那之後我們有一個成果展 也到時候會邀請議員來給我們指導 來讓這個也認識這個成果這樣子 我是希望說這個參與式預算 這個後續一些相關 因為他們大概都會提相關的這些計畫 後續的這些相關的計畫可以執行的部分 或者是說你們的成果展 也能夠讓我們所有的人知道 就是說他後續一些 參與式預算後續的一些相關的事物 這沒問題我們會隨時提供更新的資料給議員 好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局長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最近還是有民眾會反應到 尤其那晚上的時候 這個就是有些改裝車輛的排氣管的問題 我是希望說後續能夠跟環保單位 這部分來做一個結合 看怎樣來減輕這個 完善老人親夢的這個部分 謝謝議員做的指教 那我們從四月份開始特別加強以後 那我們現在取締了一千多件 就是拆除這個消音器或改裝排氣管的 那包括其他的一共已經有超過一萬五千件 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那在深夜有時候我們還是 因為我都在局裡面 還是會聽到 所以我在匯報 還是會要求我們從人 那結合這個監禮戰 還有環保局 我們加強這個監警聯合機場 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 來把它減少到最低 這個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 局長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請教我們的這個監禮事務局 我們陳機長 是 議員做好 這個印製了這個青年福利手冊 這一本 是 青年密集 真的是把所有的福利潛多路 真的你堪稱為我們桃園的青年密集大師 真的把所有的福利措施都堪稱出來 今天議員報告 因為礙於經費 所以我們第一期印製了4萬次 那這個會先來發放的對象 就是在桃園念大學的這個學生 你這個青年密集大師 既然你是要照顧我們青年的 是 那現在我們這個主計總署呢 就給你眾眾的一個打臉 我們桃園市呢 我們調查出來 我們高雄跟桃園 是前台 失業率最高 而且呢 桃園的失業率最高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年齡層最低的 我們所有的年輕福群 那這個我們在這個失業率達到4% 也是高於全國的這個平均值 失業人口數呢 有達到4.2萬人 那這個局長你覺得這個嚴不嚴重 這個數字我相信這個如果跟其他 這個都市比較起來是稍微嚴重 但是呢 因為年輕人願意來到桃園 表示我們桃園是這個工商大師 其實工作的機會是很多 很多廠商 他也是一直在求財啊 那這樣啦 時間有限啦 保貴啦 我都覺得你既然是青年密集大師嘛 你就要好好的為我們的青年 要創造就業機會 不要讓青年 失業率最高 是一個城市 那你這個一定要好好的改進 那為了補助呢 我們辦理青年植埃 這個發展的創業主題活動呢 那這個錢呢 我們這也花了這100多萬 錢這花錢是一回事 但是呢 有沒有真正的協助我們青年朋友 突破我們的困境 還有提升我們青年 對植埃泰這個應變能力 這個局思維的這個開拓 這個是有的喔 跟藝座來報告一下 就您剛剛提到這三個部分喔 包含這個博愛特區喔 它這個是以文創的商事 希望能夠把整個博愛老街把它活化起來 那第三個這個電秀協會的部分啊 其實它是有針對這個高職生大學生 他想要學習電秀 因為這個其實是這個小額經營喔 但是你講的喔 你講的真的是口才真的是非常的好 這個就是都針對上面的活動來做說明 實質上我再請問你一點喔 是謝謝一座 那你在舉辦的青年公共事務這個賠地計畫 以桃園的十三期的特色 在十三期舉辦十三場 這個賠地活動呢 增加青年對在地的認識 你也預計在我們的八月跟九月 全部辦理完成了 請問那共花費多少的這個經費 每一場的經費是不是都有一樣 還有每期的特色是什麼 還有如何選定這個特色 有真正達到青年對在地的認識嗎 好 謝謝一座的關心喔 這個總共這個活動是含這個 我們桃園市內十三場 再加上旅外喔 因為我們調查出來全台灣大概有 你就簡單回答 我現在問你總共花多少錢 總共八十九萬多 一個預算是八十九萬多 你每一場的經費有沒有一樣多 基本上因為我們桃園市內是 一場是三十個人為上限 所以大概是預算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再加上 好 那來每期的特色是什麼 像比如說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父親鄉 他是辦這個跟石門水戶相關的 好 那你就要講 在大園的特色是什麼 大園的特色是我們這個海岸 然後還有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福洛的一個社團 所以我們請我們年輕人到大園的這個 一個關懷育幼院去做一個訪釋 那你在選擇在關懷育幼院去訪釋的時候 那他的舉辦的特色在哪裡 又有多少的大園青年朋友去參加 那他結果的效果如何 好 這個效果其實相當的好 那每一場我們是限定三十位 那三十位年輕朋友 他的重點 你舉辦的重點是什麼 他的舉辦的重點 就是針對這十三個地區 那我們引導我們年輕朋友 能夠來認識鄉土 認識土地 好 你給我講清楚 你給我講重點 你在那邊辦的這一場 他的重點 你在那邊辦的重點 你這培信重點是在哪裡 我們培訓的重點就是希望 年輕朋友可以關懷地區 關懷這個弱勢 關懷老人 這其實也是希望年輕朋友 他能夠多參與公共事務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希望你要多加強 這個我也有去看過 還有今天你在 你們在青年事務局到九月底之前 你們委外辦理一次性的活動有哪些 每項活動的經費共發為了多少 以及活動的對青年朋友真正的幫助 跟他的效益在哪裡 效果顯現的數據有多少 那時間有限 你整個用書面給我 好 謝謝 還有補助青年創業貸款 你這個輔導性的課程 我們今年就有編列了五十萬 還有補貼利息也編列了一千萬 那到目前這個補助呢 你剛才又講了真的是太少了 那是不是你要再加強對青年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黃婉如黃議員 黃議員請發言謝謝 局長啊 這個 當然喔 在剛 你們剛成立的時候 對你們的指責 我們會覺得 本席是認為說 是有點過當的 但是經過一年六個月以後 我才發覺 青年事務局是一個 本家鬼的這個事務局 包括您啊 就是本家鬼的頭子 當預算要審查的 要預算要讓你們通過的時候 你們就搖手起零的講 為了要辦成年禮 要做一個一千多個 騎腳踏車的環島之旅 青年環島之旅 結果呢 縮水啦 對不對 現在只變成一百個 而且環島變成環桃 請問你其他的預算 剩下來的 用到什麼地方去了 謝謝議座 是最關心這個成年禮的 那去年原本編三百萬 後來因為議員的這個指字 我們就 預算只剩下一百萬 那各議座也知道 怎麼又變成 怎麼又把球又丟回來了 我們確實 當初你在議會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拜託我們 結果你縮水了 你把活動縮水了 結果你還把這個事情 推到我們議會的不支持 我們沒有說因為 因為我原本在報告的時候是說以三百萬 另外 那個主席啊 維持一下會場秩序 我跟你講 由言在耳啦 另外還有你這個藍體 藍體兒童之家 藍體兒童之家 什麼叫做捲動三百八十人次啊 什麼叫捲動三百八十人次 我不知道你這捲動這兩個字的意思在什麼 是什麼 主席啊像這樣又不認真 然後又浪費我時間是怎樣 報告一座 這個我請我們那個 那個陳局長請你出去 請你出去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你在消我的時間 我請你出去 我請你出去 好不好 或許其他你的業務的單位 或許會打得比你更清楚 那控制室那時間稍微停一下 好黃議員繼續 謝謝 從頭到尾啊 你們就是創業創業創業 請問啊就業在哪裡 你們哪一個單位是負責就業的 就業的 就業的 報告一座 有關就業部分呢 我們是跟 請大聲一點可以嗎 有關就業部分 我們是跟勞動局的救福處合作 是有合作有在就業 成效呢 你們的工作報告上面 看不到半個次的就業 因為 我告訴你啦 青年事務局 本來就是一個 鐵床架屋的一個單位啦 對不對 你們只要能夠 站得到碰得到的 都變成你們的業務 對不對 對不對 最重要的 青年的心理諮商 你們裡面有嗎 沒有 對不對 青年的就業 資訊 你們有嗎 沒有 你們只會在那邊 分解鬼 什麼青年志工 什麼國外青年志工 七十幾萬 可以有三十幾人 出去做青年志工 這是我們辦的嗎 我們有這個能力帶隊去辦嗎 有沒有 跟一座報告我們青年志工 主要是補助學校還有那個桃園的社團 你根本不需要補助勞 我跟你講 世界展望會辦得一級棒啦 我是認為說 我們真的沒有這種能力 我們就不要吹這個牛 可以嗎 我告訴你啦 你們可以轉介資訊 轉介資訊 福倫社有獎學金啊 每一個獎學金十二萬 十八萬 博士十八萬 碩士十二萬 對不對 國家也有出國的獎學金啊 是不是 我們只要把這些資訊 Pass回來 這樣就好啦 對不對 我希望你們不要真的分解鬼啊 一億多萬可以做了一堆 對不對 剛才講到育幼院 育幼院裡面三歲以下的孩子 有幾個 只有十個不到耶 蘭迪我常常去耶 那也是我照顧的一個育幼院耶 你們怎麼翻轉三百八十人次 我不知道怎麼翻轉喔 對不對 然後淨灘啊 我們的虎頭山你們可以去 去發動青年去淨灘啊 去淨灘啊 還有大圓海域啊也可以去淨灘啊 搬到什麼平溪 平溪是沒有人的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告訴你啦 車資啦 飲食啦 各方面 這些時間不算嗎 對不對 根本就是浪費 而且你們對社團的補助 靠你們的好物 是不是 剛開始五萬十萬給 到最後兩千三千給 理由是錢不夠了 要尊潔使用 所以你們真的喔 我今天請你們局長出去 是有我的道理在的 你看他的業務報告裡面 寫了一堆喔 真的寫了一堆 一億多萬的預算 能夠做這麼多的事嗎 不要在這裡騙啦啦 也不要在這邊分解鬼啦 我告訴你啊 我希望以後你們 青年事務局 把你們的例行的公事 每個月每個月 辦什麼活動 希望你能夠給我一份 可以嗎 然後啊 你們的活動 大部分都以南區居多 都以南區居多 北區的青年也是青年 以後希望你們能夠加強哪方面 青年的就業 還有婚姻的媒介 心理的諮商 再來我們要有正確的一個 很明確的 像台北市有四季交響樂團 就是青年的交響樂團啊 那個高雄也是有 高雄愛樂交響樂團啊 對不對 這些都是我們去 你們做我們能夠看得到的 感受得到的 知道嗎 請坐下 那個李局長 你很開心喔 笑得好甜美喔 我跟妳講 只有三分鐘了 這個喔 今年喔 全國的這個 員警喔 自殺了大概有八個喔 到目前為止 為止第八例 很不幸我們桃園喔 也佔了一個 而且是一個命案死了兩個 局長我請 我請問你喔 當然現在的關老師喔 的制度喔 我相信已經是 死存名 名存死亡了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 能夠委託外面的這些單位 像張老師啊 或是生命線啊 給一些員警做一些心理的輔導 你想想看 說實在啦 以前我常常會質詢你們員警 可是現在我覺得 質詢員警沒有意義啦 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而且這個年齡層真的太低了 最低二十歲出來當這個人民的保母 對不對 自己都顧不了自己了 還還去當人民的保母 是不是 局長 然後啊 長官又各忙各的 真的 二十歲 二十歲 說實在 好命的還在家裡面跟爸爸媽媽撒嬌耶 早上還要爸爸媽媽叫他起來的耶 對不對 他就要出來做人民的保母 甘苦沒人知道啊 心情沒人知啊 局長 你二十歲的時候再做事 啊 局長 二十歲 剛進警大 剛進警大 對嘛 那你還 你那時候還在 才剛人身材 跨出警戒的第一步 但是這些基層的員警 已經出來 在為那個已經當人民的保母 不知道是誰保護誰還不知道 所以喔 我希望 你們現在還有關老師制度嗎 跟一座報告還有 我告訴你啦 那關老師制度廢掉啦 我相信啦 我跟你講 絕對不可能 基層的跑去跟長官講啦 這洩漏自己的 洩漏自己的這個弱點啦 我希望你能夠邊預算 能夠委託外面的心理 心理諮商的單位 能夠專門委員 做一個心理諮商 可以嗎 我們現在也有聘請八位 心理諮商的這個專業的人士 擔任這個諮詢委員 什麼 八位 這八位是哪裡來的 都是一些心理的醫師這些 好 那我 那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專責的名字 名稱 這個叫關老師的心理輔導式 這個不用啦 不用再用關老師 因為關老師這個名詞 已經相當的迂腐 我希望能夠 跳過你們警戒的這個階層 能夠委託到外面去 不要在你們這個警戒的群圈裡面 這個是全國的 局長我告訴你啦 真的 國家要培養一個年輕人 不簡單啦 結果 真的就是這樣 彰一下就走掉了啦 這個真的很不值得啦 你 如果你不 你不 成立這個心理諮商 我絕對相信一次兩次三次 還是會 好 謝謝 好不好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萬美林萬議員 以及周一勤周議員 習醫處習議員 劉政醫處議員 共約25分鐘 請發言 謝謝 那個青年事務局請進來 謝謝 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警察局的李局長 我想喔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關心喔 在區公所的這個業務報告的時候 那大家都有提到 現在很多我們村裡辦公室的這個監視器 那麼有一些報修沒有辦法修了 然後報廢又沒有辦法更新 那區長當時在這裡背詢回答說 因為現在已經移撥給這個 交接給這個警察局 未來是用天羅地網來建置 那你們呢 也很勤快 那麼發過很多的文去問各個里長 你需要什麼 里長看到這份文如獲至寶 趕快寫拼命寫 需要的 非常緊急需要的 次需要的 或者是將來可能需要 他通通給你貼上來 但一次又一次讓他們失望 因為貼了老半天 也沒見到半個影子 你是不是能夠說一下 這個騎乘到底是怎麼樣 跟一座報告 那市長特別要求就是說 在105年 106年 107年 3年編列15億 我們要整個全部把它建置 三年的時間 那請問一下桃園區的部分呢 桃園區目前是已經建置了1330 什麼時候要開始做 什麼時候會完成 目前啦 目前已經建置完成1731支 那明年的話是600支鏡頭 那107年1155支 那因為我們現在從6月6號 成立這個犯罪預防科 沒有局長我想這樣子啊 這當然是有齊承的 我不可能叫你啊 這個各區一次就裝完嘛 大家還是有一個先後資料輪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喔 請業務單位了解一下 如果比如說 這個區是要在106 107 但是呢 某一個地方它有急迫性的需要 能不能先做第一階段先報上來 好不好 我希望你能夠先去了解一下 比如說 以我們桃園分局的部分 可以了解看一看嘛 雖然我們要跟大家來排 我OK 因為大家都一樣都是桃園市的市民嘛 可是呢 能不能有一些真的是很急迫的 那常常出車禍的 或者是資產比較不好的地方 優先讓我們先做好不好 可以評估一下這個事情 那謝謝易作 那優先順序我們會列出 請坐 剛休息了一下 我想應該現在這個思緒就更清楚了 我想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讀過武俠小說 比較少在看 比較少是不是 那我就不怪你了 我以為你讀過武俠小說以後 你還出這本七年秘籍 我想這個武俠小說 我真的讀的也不多 我們比較讀的都是瓊瑤小說 但是呢 我都還可以知道 這個在武林當中 各門各派都有它的功能 各門各派都有它武功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可以立足 那各門各派去學習的時候 都有它自己的這個 什麼一個武功秘籍要念 但是呢 就我的印象當中 看到這個武俠小說裡面 好像沒有哪一本武林秘籍 它可以涵蓋各門各派在裡面 所以呢 當我拿到這個青年秘籍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如獲至寶 那麼送到服務出來的時候 忙不疊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公文通通撇開 先看這一本 謝謝 因為我覺得太棒了 但我打開以後我真的嚇一大跳 你知道嗎 你說你做了四萬冊嘛 對不對 是做了四萬冊 通通叫給青年看嘛 對不對 你這四萬冊裡面 我幫你大略的看了一下喔 涵蓋了文化局 衛生局 體育局 教育局 勞動局 精發局 社會局環保局 官履局的東西都在這個裡面 沒有錯 你說青年也通通需要這樣的資訊 但是呢 這就是為什麼你成立近兩年來 我們議會大家一直覺得 你的功能不髒 你在疊床嫁屋 那麼很多的工人都跟其他局勢 是重疊的 我覺得喔 我覺得一個人 在一生當中能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 成立一個局勢 我覺得也必須階段性的做好一件事很重要 那麼你成立這兩年來 局長我可以給你一個意見喔 我覺得有的時候聽並說還重要 因為我們給你的意見其實是來自於地方上 年輕人的聲音 我們也會去幫你做試調 免費的 我們幫你去問問看 那青年對你們的業務有沒有感 我想問到十個 九個半都覺得什麼是青年事務局 那我今天要語重信號告訴你說 成立這個局到現在 你預算也許不多 必須要去委外做 但是不是這樣全包的方式下去做 我一直強調 一個局 在一個階段當中 做好一件事 讓大家有感 這對你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當你想要涵蓋全包花的時候 大家的感覺就是 你文化局有文化局的業務 衛生局有衛生局業務 你今天寫了這麼多東西下來 你要給青年看 我又有意見了 你今天有涵蓋的對象範圍 你從高中生 一直做到大學生 做到新鮮人 做到可能青手 熟靈 全部都涵蓋在你青年事務局裡面 你是神仙啊 藝座可以給我稍微說明一下 這一本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寫 說是青年事務局發行 我們都是以市政府的角度 那這一本呢 是我們在開會是把各局處都 局長我不能接受你這樣子的說法 你要去聽聽看 你不要一直想把你的有利點 那麼在議會跟大家來講 你要聽聽看我們告訴你 而且經費也就是 你今天寫的就是青年密集 對不對 這個費用也是各局處給我們的 如果說你針對的是青年的密集 青年人拿起來看 立即要對他是有效的 但是這本並沒有 這本講穿了歌功頌德 在講要告訴年輕人 我告訴你 你們偉大的鄭市長做了這麼多事情 年輕人18歲就要開始記得鄭市長 20歲投票的時候要記得投給鄭市長 我的解讀就是這樣 所以喔 局長 我今天在這裡 非常非常引動性能來跟你說 今天我們也談到失業率 但是呢 我替你捏把冷汗 你剛剛的回答說 這個失業率是稍微有點嚴重 可以調錄影帶出來看 你用回答 那是因為年輕人願意來桃園是好事 這言下之意是說 年輕人來那麼多人來桃園 那你通通來的桃園 我失業率當然高囉 年輕人多一點去別的縣市 我當然失業率就低囉 我覺得有這樣的意味 所以讓我聽到在裡面 那個桃園是 所以 局長 我給你建議啦 我覺得要正視現在10.5% 年輕人失業率這麼高 那不是一再的去強調 我有一個輕創中心 我去仿造這個 這個中國有很多的城市 有這個創客 我趕快copy過來 我跟你講 要成立公司是非常的簡單 登記就好了嘛 你怎麼輔導他給他資源嘛 更重要的是 其實不是那麼多的孩子 他都能夠去創業的 不要為了成績去犧牲孩子 你們通通來創業 最後能不能持續下去 就業是第一首要務 所以我非常認同意做 這個視訊的發展非常好 再一次幾點跟你說 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新年事務局 現在不可能裁撤掉 那要分階段 在每一個階段 做一件響亮的事出來 把那件事做好 這是對你最重要 第二件 你的資訊 你的這個活動要透明 不是由你去邀請誰來才 透明 讓大家主動的來參與 那麼最後一個 我覺得 要非常非常重視 青年就業的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 謝謝一座的指導 謝謝萬議員 青年事務局 我也常常在很多的社團 看到您的出現 也是蠻認真工作的 給你按個讚 對啊 昨天晚上還跑到楊梅 對不對 是 謝謝一座 很優秀 可是你那麼忙 可是青年事務局做的任何事項 我們議員都覺得還不是很滿意 就像說你已經成立兩年了 為什麼你那個三個業務的科長 到現在還是用代理的方式來做科長呢 他的直系不符合 還是他的能力適用期不夠 跟一座更新一下 我們那個喇娃是正式的科長 那另外兩位 我勝正式的科長嗎 那個我們直哀科 因為前科長在7月份 轉調到其他局處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行用代理 那有一個正式的啦 那其他兩個什麼時候才會變正式 我們希望就是努力 試用期還不到是嗎 表現不佳 這個黃宏家他是 就是用代理的他很多活動他都辦不起來 我相信我們局處同仁的熱誠會來克服這個部分 而且我看你們的工作報告都是辦活動居多 對不對 而且你們很多活動都是和各局處重複了再重複 例如說我們辦理9月份以單車環島環桃園 就是這個舉辦那個成年禮活動 而且名額只有高中生100名而已 這不是民政局可以辦的嗎 為什麼是青年事務局在辦 報告一座 這本來在去年是民政局辦 後來是這個業務隨經費移撥到青年事務局 你們要不要辦活動嗎 可是才100名而已 桃園高中生那麼多 你怎麼去挑這100名學生啊 我們是自由報名的 而且我們也設置那個青年諮詢委員會不是嗎 有有設計這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在做什麼 這個委員會是希望來擴大我們青年朋友 這個意見的交流跟這個公共的參與 你要他提供具體的 幫青年事務局具體規劃一些活動 對不對 你不要說我要幫民政局辦 等一下幫官履局辦 等一下幫農業局辦 對不對 不一樣的啊 這個委員提出的見解都很不錯 你那永安渝港那邊的青年體驗的學習 那也是農業局可以做的 為什麼你們要去搶個座咧 要不要多改進啊 這個諮詢委員會要強一點 改天委員會的名單給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會有提供 讓我們年輕人接近一下 是是提供這個委員給這個名單給一座 好那你請坐 謝謝議長 局長好 我們楊梅分局 我們張局長也很認真 大家都常常開車嘛對不對 可是局長都是有人在啦 分局長也是喔 你開車的時候有沒有覺得 我們桃園地區現在啊 那道路寬八米的道路啊 是很多啦 那都是規劃雙向車道嘛對不對 但是呢 由於我們警方指法上的寬容 慢慢呈現了怎樣 停車的一個亂象 怎麼講呢 尤其是我們到比較社區比較密集的地方呢 許多路段都是出現單邊停車 你八米道路他是單邊停車 單邊停車 那只要萬一呢 有一點超過線啊 就會被舉發說 有違規駕駛喔 那個這個是停車人的錯 還是我們駕駛人的錯啊 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想這個部分議員也非常清楚 我們楊梅地區大概都是老舊社區 那個道路 也不只楊梅啊 桃園市也是桃園區很多單位都是一樣 桃園區中壢區都有啊 那因為我們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是一個先天條件的一個問題 另外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交通執法的目的 並不是在說在做執法取決跟干涉 人家照相就檢舉了啊 對不對 陳述也沒有意用啊 因為像110的報案 很多都是因為堵住車社區 或是出入口的部分 但是我們到場以後還是以勸討為目的 如果真的嚴重違反車 我時間有限啦 我希望說你這個單邊停車 我們請副市長 副市長 你應該要好好出來 把我們警察局還有交通局 來協調專案協調一下 你這個單邊停車 只要路幅夠寬的話 我們那個中線再畫一下嘛 就給人家停車嘛 路幅不夠寬的話 我們警察就執法嚴一點嘛 因為呢 通常我像我們今天跑場 就是跑去調解 很多都是說 你停車停在這邊 我當然是超過中心線了 對不對 可是我看對方超過中心線的 路前市我們是錯比要多了 對不對 那這個應該要好好規劃 尤其是我們桃園市區呢 那麼多這種現象 是不是副市長可以主持一個公道一下 謝謝議員 對於整個路幅比較窄的停車的問題 我想針對 我們也會兼顧到所謂民意的狀況 也兼顧到實際的情形 交通的情形來做處理 假如說有個案給我們的話 我們會請交通局跟警察局來做一個討論 這不止個案 這是通案 這桃園市很多個區都是有這種現象 我們再規劃一個好好時間做專案來做報告一下 請警察局交通局一起做出來 我會請兩個單位做一個延長 我的用路人真的是很冤枉 對不對 插狀幹嘛 都是我們要再做理賠的動作 不是嗎 可是你停車的人都不用賠 他也是違庭 對不對 我想把違規停車跟交通順暢的部分 我們拿一個衡量 改天一定要做專案 他路幅夠寬 你中心線再劃過去一點 另外一邊給人家停車 不要說你就劃在中間 那單邊又給人家停車 那我開車開著 當然會超過中心線 然後呢不小心被那檢舉達人派到 又要罰錢 假如說萬一車禍或者車損的話 又是我們這邊理虧 這個是很嚴重的 是桃園市整個區都是這樣 不是只有揚梅而已 拜託一下副市長好不好 我們請兩個局處來做 一定要專案做個處理 好請 來謝謝主席 我不問警察局 我問交通大隊 交通大隊工作非常的繁忙 那交通大隊很辛苦 李局長了解吧 你不用站起來 讓你知道一下 那我們最近有增加47名的交通助理員 做哪些 交通助理員做什麼 不好意思 謝謝您的關心 交通助理員他有分內勤跟外勤 外勤的話大概都在脫吊場 負責這個脫吊車 還有這個脫吊車裝輪子的助手 都是管理員 那內勤的話就是在我們大隊裡面做無數的作業 那有夠嗎 如果沒有多擦一擦吧 你交通隊人要找 你交通隊廣東警員 那各有廣東嗎 我們目前是266名的同仁 助理員可以多請一個嗎 我們可以推薦一下 很優秀的 可以嗎 我們希望一座多支持 當然因為我們總警力還有很多的問題 不過我們都希望那個警力能夠充沛一點 對我想交通隊不比分級 情路不比分級少 所以交通隊助理員不夠多請一下 好請坐 來我們那個青年事務局 那個鄭市長特別青年的議題很重視 那你青年事務局也是一級的機關吧對不對 是 對 那貴局的活動都辦在南區 大部分都辦在南區 那北區辦的不太多吧 很少不敢多說沒有啦 針對北區的青少年的輔導 那桃園市北區有什麼規劃 你有什麼規劃你講一下 好跟謝益座我們簡單來回覆 這個第二個青創基地 在民營的六位就會開在 我們那個安東街111號 第二個在還沒有開設之前 其實有一個民營的叫鐵席 我們其實也在那邊辦了很多場 這個創業的活動 第二個第三個呢 我們其實在北部也很多大專院校跟高中子 其實我們都跟這些高中子大專院校 都有很密切的聯繫 在活動比如說開南啊 民船啊還有這個桃高啦 桃園的青少年絕對比北區 南區 南區比較多 北區就比南區比較多 希望你不一定都在北區 不要南區 你北區多辦一些 你講我沒有時間讓你講太多 你再給我書面答覆好不好 好的 是 還有你的經費執行力喔 貴局的經費 所以去年你也經費執行力很差 那現在經費委外你們都委外為主嘛 請問基尼你到現在 總預算執行力多少 現在總預算執行力到 九月底以前大概是七十六趴左右 九月底有這麼好喔 執行得完嘛 你不要每次你很後邊啦 我知道你會比較強 沒有 現在七十幾趴啦 有七十幾趴嗎 我那個也努力啦 好 希望你的執行力喔 我們希望邊的預算 我們議會不給你為難 可是你通過月預算 你要去執行 七十幾趴 我想還要再努力吧 對 要再努力 還來不及吧 還來得及啊 還會三個月 我也努力 很多問題啦 可是議長只給我三分鐘喔 是 還有社會局的規劃喔 我們社會局的規劃喔 有那個青年 社會局 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的規劃 我們青少年有沒有規劃 報告 這個都發局 都有來跟我們邀請 甚至請青年諮詢委員 也提供一些意見 所以呢以後的這個 在社會住宅啊 他會有一些空間喔 讓青年朋友 齁 來這個 以共同空間在那邊 好好你以後 需要青年局喔 也有規劃社會住宅好不好 好 不是我們規劃 都發局規劃 都發局規劃 你青年事務局也可以一起參與嘛 有有有 這個都發局都有邀請我們 好 謝謝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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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我們青年事務局的創立 大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協助我們 桃園市的年輕人的創業的機會 那去年我記得我們做了那個 那個咖啡廳啊 四個月就 就倒閉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到底輔導多少人在創業的 謝謝議長 那這個咖啡廳 那我想要告訴你的目的是 不是輔導他創業就好 創業以後要如何輔導 讓他成功才是要件 是不是 所以不是光講 剛才每個議員講 就是說你這很會指上談兵 那我希望你們在後來的 這個後續的動作一定要做 那我想說你也談到就是要鼓勵年輕人 拓展他的國際觀 那麼要做要給予補助 我不知道你給誰補助 給這些年輕人到國外去 這個增加他的視野 那你有沒有補助這些年輕人 協助他們做補助的動作 這個部分有 我們有一個那個 國際事務參與 所以這個也謝謝議員 給我們指導 我們明年會 補助多少人 補助多少人到目前為止 什麼樣的條件可以補助 只要是15歲到35歲 這個涉及就業 事業務業設計或就學 在桃園進去的 有沒有那個牌付條款 沒有牌付條款 只要15歲以上就行是嗎 對對對 那我希望說我們要多多的宣導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想到國外去 事實上他們可能在經濟上會有一點困難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這個訊息 我是覺得說既然你這麼會做這個活動 這麼會辦活動 那麼為什麼這個訊息 真的很多人都不曉得 我期望就是說我們多多宣導 讓年輕人有機會到國外去拓展他的視野 好不好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謝謝一座的指導 謝謝 繼續請教局長 是 我覺得慶念事務局最重要的功能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橋樑 作為年輕人 他今天要創業 要就學 要到國外參訪 要學習 等等的一個橋樑 是 所以我不會太建議 就是慶念事務局在裡面 疊床駕屋 弄一些 你奇怪怪的部門 因為你不管怎麼研討 不管怎麼講習 絕對比不上 你把一個年輕人 送到Google他的總部裡面去做訓練 你懂我意思嗎 是 或者是送到任何一個他可以學習 可以作為一個 就是在這個接受專業訓練的一個地方 所以要記住你的工作是橋樑 未來希望辦好橋樑的角色 再者 我們現在這幾年來其實你會知道說 你看那個風 風如果不受到影響的話 他就變成亂竄 水如果不受到規範的話 亂竄 到最後就變颱風 年輕人 一樣 如果你有沒有去規範他 他不知道怎麼樣去做對的事情 尤其現在這幾年 很多的民粹思想進入校園 不能打 不能罵 不能跑 不能跳 這樣不行 後來教育的年輕人 是哪一種年輕人 你自己未來也會很清楚的知道 那我要建議的是 青年事務局不要只做一些錦上添花的一些工作 其實雪中送炭 是所有的人最希望你做的 現在年輕人很多他彷徨他找不到工作 他沒有辦法讀書 最後他染上一些壞習慣他吸毒了 現在我們各局處到底哪一個局處負責除了警察局 消極的去做取締之外 在這之前誰對這些即將要踏入這一個火坑的年輕人 拉他一把 幾乎沒有 社會局沒有 衛生局沒有 學校沒有 家長 無可奈何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倒建議您 未來如果桃園市是一個泱泱的大縣 希望我們的青年事務局做的是怎麼樣去協助跟警察局 衛生局教育局把一些青年讓他能夠迷途知返 在戒毒這個部分成立一個真正能夠有做事的一個單位 是包括一座簡單說 這個衛生局比較有一個訪讀中心 我們在前幾天其實在跟這個中信 訪讀文教基金委在SOGO 現在也在有一個展覽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把戒毒反毒 預防這個青少年吸毒放在現有的架構底下 我可以告訴您局長叫做一籌莫展 很多事情我們不想去拿數據出來看 但是從學校到現在的社會上 這個毒已經啃到我們這個桃園 甚至我們整個全國台灣人的鼓了 只是大家不願意去面對 但是站在這裡我們要很誠懇的去面對它 希望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青年事務局除了去媒介一些就業 然後媒介一些讓他進入一些平台之外 希望在反毒戒毒這一塊 能夠跟警察局衛生局合作 成立一個部門一個科士 專門針對這些年輕人要怎麼樣讓他 能夠離開這個影響他一生的這個毒品 好不好 好這個我們全力來反毒 謝謝易作 請坐 警察局這邊我想跟你建議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桃園市有很多的守望相助 的這個隊對不對 那有總隊有中隊有分隊 那在去年本席曾經建議說 希望能夠比照一些其他的一些民房團 或者義銷把這個服裝統一 當時是談到統一是OK的 然後也有編率預算 就到去年到今年我剛好像是發了一件這個夾克 應付一下而已 我覺得警察局有必要檢討一下 把所有全市的守望相助的服裝 跟你們一樣 然後把它統一 那也不會啊 良幼不齊你懂嗎 花花綠綠的啊 每個單位穿的衣服不一樣 讓民眾啊真的是眼花繞亂 所以請警察局做這樣的規劃好不好 好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規劃 好另外就是啊 現在這些守望相助的隊員真的很辛苦 每天晚上要在社區啊做一些啊 這個維護治安的邪情工作 但是呢他們很有榮譽心 也對地方也很熱愛這個家園 那他們會去爭取一些比如說獎金 他們會參與比賽參與評比 然後得到一些獎金得到一些補助 但是這個補助這個獎金啊 他們能夠用的地方 我們這個主機這個地方啊 真的限制得太死了 你想想看啊 像這個電腦建檔是很重要的 影印機經常要做一些影印的資料 都很重要 他們想要買公家可以用的東西 而不是去旅遊去吃飯 把這些錢弄掉 但是我們這個檢察局規定 是不能夠核銷這些東西 但是欸 就可以核銷碳粉 這就奇怪了 所以我希望喔 檢察局這邊喔 檢討一下啊 這一個這個 守望相助這個隊部啊 它這是一個長治久安的一個機關 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希望 他們的東西喔 他們能夠買的 除了軟體還是硬體的東西 是可以拿來做為他們長期的一個使用 然後增加他們打擊犯罪啊 的一個工具 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運作經費的補助要點 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研究一下 這個影印機 什麼相機啊 這個這個 這個電腦啊 這些都不能買 我覺得這個 根本就是 你補助它 然後它又用不到 那這樣就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還有 然後 去 去 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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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那個局長 請的那些人都是打手 那些打手是哪裡 公讀生而已啊 十級的公讀生 其他都是超過四十歲以上的人來聽課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 我想做加強好不好 讓我們正正的原住民青年人 參與我們政府 真正照顧原住民青年事務局成立的一個成果 一個功效 像成立原住民青年事務局才有用啊 後續我們來聯絡這個委員的時間 然後一一的來跟各位我們原住民集的議員來做一個拜訪 新年的創業對不對 新年創業的機制 我不曉得是跟我們原住民的新年創業基金 是不是有衝突 這個部分 我們是貸款利息的補助 所以是沒有衝突的 利息的部分是你們在補助嗎 我們是補助利息 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個 創業貸款的母金在做這個審核的標準 所以我們現在針對這個七個基金 你知道你不是補助利息的補充嗎 那他是去申請 比如說他現在是原住民 我告訴你 局長 你也要跟我們原住民行政局做一個溝通 他們在跟銀行做溝通的時候 最好是說為什麼 原住民青年拿來的財產 拿來的多有益的錢去創業啊 而且在銀行貸款的話呢 他要有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不動產的一個抵押 原住民青年拿來有這個不動產的抵押 就算是有的話也是父母親的 父母親的呢 前部早期是那個房貸 就帶出去了 根本對於說這個青年創業貸款對他們來講 完全是虛構的啦 虛實的一個大病 所以說雖然你有編列這個貸款的一個利息的補貼 我相信對我們原住民來講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希望說這個政策能夠趕快修正 跟我們那個原住民行政局做一個溝通好不好 好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針對這個核貸跟生貸的負擔度的部分 我們來做一些溝通 希望你能夠好好照顧我們原住民青年 一定照顧原住民青年朋友 那個請教那個 請說請 謝謝 警察局長 像那個仙島高繞 復興區的高繞部落一里 之前我曾經有提到過 就是說那個地方有一個派出所先生已經廢掉了 其實裡面還有柱子住的這個百姓士住在裡面 我希望說因為現在是剛好是一個旅遊的一個旺季 很多的外來的旅客 他們都是辦一些那個露營區嘛對不對 他們非常的喜歡去那個島 那個叫仙島 俗稱叫仙島 他們可以渡船過去 非要渡船才可以到那個島裡面去 他們非常的喜歡 而且在那邊做一個露營區 我希望說他們的安全 我希望說那個警察局 能夠就算是你們 每一週沒有辦法派員 過去看場的話 或者是去那個巡邏的話 我希望是說一個禮拜一次嘛 我當然知道說你們有請那個 復興區的那個 還是說那個電話的那個東西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政賢林議員 林議員請發言謝謝 謝謝議長 我們理記長 林議員好 首先對警民的比例 我們跟台北市比 我們是1比580 那台北市是1比271 那最新的話 我們是1比617 又更高了 台北市是1比399 所以桃園的警察負擔就非常的辛苦 那上次我會舉有提到 但是我們福利比不過人家 台北市的警察的福利 那個比我們好 他們每一年 那個健康檢查可以補助3500塊 那我們是4年才有一次5千塊的健檢補助 那我剛才提過 我們產值全國第一工商大限 污染又非常嚴重 27個工業區 這方面我都沒看到 你說會改善 然後會爭取 這方面你有沒有相關的福利改善措施 這麼簡單講 跟一座報告 那我們105年 就今年之前都是用警安基金 編列400萬 那每一位同仁是補助5千元 那像台北市 他是按照行政院的規定 補助800人而已不是嗎 800人 對 但是他們編列預算 編列預算 所以行政院已經定的上限 是每一個人3500人 那而且要40歲以上 每兩年一次 那我們是沒有限制年齡 但是新的年度明年我們準備 警安基金裡面 編這個500萬 那等於每一個人補助5000塊 可以增加到1000人 那目前我們的警察局 那40歲以上的同仁 一千八百六十六位 一千八百六十六位 好謝謝 希望你繼續為我們警察 福利來做個努力 那我看你的報告 竊盜案查獲2165皆11174人 那三個會期我有提到 這個八德區大倉庫 這個造作小拖廠工人 那竊顯然囂張把屋子還鎖 在悠閒在內行竊 甚至在客廳上留有菜刀 這個案件破了沒有 我所知道是還沒破 隔天 這個記者 我在報章有看到 記者已經訪問八德分級 分級長說 二十年來都沒發生這麼多的切案 當地今年僅發生三屆的切案 大概僅八德市 那一鎖定對象 結果到現在沒有破案 記者有去問當地的旅長 旅長跟他說 大倉庫旅長 他說今年至少已發生五六件 甚至今年春節期間 有人盈命碰上切嫌 這是我講的 所以我說 他其實是一個代表 還有一個旅長 跟著當事人講說 這一件也發生切案 這一件也發生切案 不然當事人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裡面有出入 到底是他們沒去報案 還是說我們做的不正確 是不是該先了解一下 這個會後我會了解 我記得你上次跟我說 你會後我會了解 結果我看也好像也都沒有 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事實上已經有去了解 事實上是 如果那五件的話 他不是在同一個巷子 他在不同的區域 那個巷子裡面 確實是今年就發生三件 三件 那你怎麼 這個 今年僅發生三件 是那個地方發生三件 但大昌椅發生五六件 大概有 所以是事實 所以我講的應該是沒錯 好 那分長您請坐好 那再來就是 洗衣會的問題 我們上次有議員提到 我們洗衣會 每人補助兩百元 那新北市補助兩百五十元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他這時候都請這個議教 那個議警 因為剛好做習電 他們兩百塊幫我吸收一下 其實兩百塊是不夠的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跟他補助他 我們新的年度編三百 編三百了 那謝謝 好 那感謝 那機長 我還要跟你討論一下說 我一個例子 我的免費法律之行的律師 他在七月底的時候 他的老公騎腳踏車 然後被跟那個後面 這是他說的 跟後面一個騎機車的相撞 撞了以後 都去我們桃園區的某個Puzzle做筆錄 做完做筆錄的時候 那個警員希望他們兩個合結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他老公是因為說 他撞到他 都沒有跟他講到半個道歉 也都不理不甩 他說他不合結 要提告 然後 警員就問另外一個騎機車的 他也有受傷 兩個都有受傷 他問說你要不要提告 他說 那我也要提告 那警員怎麼講呢 警員說 那你們兩個都是現行話 戴上口號 就要跟警員這樣講 跟另外一個警員這樣講 結果 好在我的朋友律師 他也有跟去 他就出示他的身份 說我是律師 你憑哪一條跟我戴手套 那個警員就沒有講話 你認為這樣有沒有使用過當 這個部分 對這個犯罪的這個 所犯罪名的輕重 這個可以做考量 騎機車兩個車禍 糾紛 你就認為他們是現行犯 那我是請給你們做參考 我還有一個例子 那我也在講 當然 這個警察一直前來行使 我想 我們都認為支持 那是 警員要用手套的時機是什麼 我真的有一點懷疑 就是上個月 所以 我在一兩點的時候接到電話 說他在我們桃園的某個帕斯所 他被酒駕抓到 那當然我 我也去了 差不多去到那邊兩點 兩點的時候 他當然也很後悔 那本來就是五、九架被抓到 就應該是受懲罰 可是喔 我去看有一點 有一點傷心 因為他有一點掉眼淚 那他的 他是第一次犯 他的手銬 腳銬被扣住 手銬是被 也被扣住 掛在那個 那個鐵柱上面 我陪了他一個小時 那當然他也說 你回去你回去 沒事 我就明天這樣 隔天我就問他 手銬腳銬跟你扣多久 他說扣到九點 他十二點都被抓去 手銘都做完了 扣到九點 他掛了八、九個小時 我認為有這個必要嗎 你如果腳銬扣著 還可以動一下 手銬掛在這邊掛了九個小時 局長 我有翻過 警方使用手銬的規範 警察知情刑事法第二十條 他的條文內容是 警察依法留職管束人民有下列刑刑者 一必要得對其使用警靠 或其其他經核定的借機 還有三點 第一個 抗計留職管束措施時 攻擊警察或他人 揮損執行人員或他人物品 或有攻擊毀損行為治癒者 再來就是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自癒者 這是警察的規範 那我問這個問題是說 這個當然不是個案 絕對是全部的辦事所都這麼做 那這樣做是 桃園市都這麼做 還是前省都這麼做 那這個有沒有違反到過當或人權 是不是 局長你這方面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借引賽 現在是非常民主的時代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當然要執行法令媒體 但是有時候也要 要做出合乎人權 尊重人權 不過一座剛才講的個案 我們會去了解 那有時候 實際的情形 跟一座看到的規定 完全一樣 那當然我們 我希望說你們也去做 我們會同盤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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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請坐 局長 司機坐好 清創貸款是一個非常好的美意 清創利息的貸款前兩年免息 這個今年 因為明年還會不會做 那你要怎麼去推廣 我知道說 今年好像樂類度也不夠 所以還要留了錢 那你這方面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好是謝謝 我們明年會持續來推動 這個青年創業貸款的利息補貼 那如同剛剛議員講的 這是相當好的政策 那我們明年會來多加宣傳 然後透過我們桃園市的相關的組織 包括青創業、農協會 跟中小企業協會 然後呢 把真正有在從事青年創業 獲得這個訊息 我們會宣傳 那明年會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歇張文歇議員 歇議員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我們那個青年事務局 我們陳局長 那我想呢 剛才我們有很多同事 提到那個有關 青年創業貸款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邊呢 其實我看到你這個 相關的這個業務跟內容 我就給你一些這個中心的這個建議 好的是 就是那個青年創業貸款 那個第一個 最主要的就是那個資金的問題嘛 就是他貸款的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有關於利息補貼的這個部分 我想呢 你今年你編了那個一千萬的這個預算 就是有關於這個青年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的部分 那到目前為止 你只執行了百分 就是十五萬 十五萬兩千一百三十一元 所以執行率大概是百分之一點五而已 那所以距離你當初你訂定 編列這個預算 還有訂定的這個目標 事實上是有很大很大這個差距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大的這個差距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我就在這邊很正式的這個建議你 第一個呢 我認為你就是這個宣導的不夠 所以呢未來呢 你應該要透過各種不同的這個管道 甚至從基層的這個理辦公室 或者是社團 或者是這個大專院校 去做這個強烈的這個 做這個強烈的這個宣導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個人認為啊 你也要成立一個單一的一個 受理的一個窗口 然後要有專線 接受這些質詢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呢 我個人認為啊 你還要有專人啊 去輔導他們 去寫一些創業 就是創業的這些 創業貸款的這個 所謂申請的這個計劃 否則的話 其實很多的這個表現 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而且有時候 在申請的這個過程當中啊 手續太過於繁複啊 那也會讓他們 在這個青年就業貸款的這個部分 就是 卻步啊 這是第三點啊 那再來呢 我認為啊 就是你應該就是把這個 放款的這個方案 就是 貸款方案的這個對象啊 我個人認為啊 應該要把它放寬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呢 青年就業貸款七個 我們有七個創業貸款的這個方案 那這七個貸款的這個方案呢 大部分都是屬於啊 你比方說第一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這個 青年創業貸款 即啟動 啟動金的這個貸款 還有呢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專案的貸款 還有企業小小頭家的這個貸款 那麼還有桃園市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融資貸款的這個專案 那麼還有勞動部的微型創業 鳳凰貸款 還有原住民族委員會的 原住民族的這個 中和發展基金 那以及這個文化部 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那有這麼多 其實對真正要創業的這個 年輕朋友來講 他們會花很多的時間 去讓他們自己去了解 我到底要申請哪一個貸款 對他來講會比較容易啊 所以我認為專業人員的這個設立呢 還有這個輔導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呢我們現在 對於青年創業貸款 我們現在就是給他 利息的這個補貼 是以24個月為主嘛 也就是兩年 那我個人認為呢 這個兩年對這些 青年創業的人來說 我覺得他們是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個人認為 你這個利息補貼的這個部分 對不對 我就建議你要把它做這個延長 延長到36個月 比方說三年 四年或者是甚至五年 你們去做一些審慎的這個 審慎的這個評估啊 這是有關於這個利息補貼 時間和期限的這個問題 那再來呢 就是有關於利息補貼金額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個人 你創業貸款的這個總額 一個人不可以超過這個300萬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合夥的話 要去做這個創業貸款 你創業貸款的這個總額 你是以900萬作為一個上限 然後來做這個利息的這個補貼 那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環境一直在改變 有很多的這個物價指數啊 也隨著時間的這個改變呢 而那個就是會有所調帳嘛 那因此你這個創業貸款的這個額度 就是利息補貼的這個額度啊 我也認為你應該要去做一些這個調整啊 那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每一個創業的這個業別它不同 那它需要創業貸款的額度當然也不同 那換句話講 你利息補貼的這個壓力也不同 那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要去做一個 這個全盤的一個考量 不要一視就是一視同仁 大家都是平等式的這個補貼 那我個人認為這樣子的話 你對於真正的一些來自各行各業 要創業的這個青年朋友來講的話 這是很不公平的啊 那這是有關於我們青年事務局 就是創業貸款 青年創業貸款啊 利息補貼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個人認為啊 其實我們那個青年事務局啊 你應該跟我們的這個勞動局啊 緊密的去做一些配合 為什麼呢 你是做利息補貼對不對 創業貸款總額的利息的這個補貼 那我們勞動局他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他做的是青年創業貸款的這個部分 那創業貸款的這個部分呢 我一再的這個強調啊 我們要鼓勵年輕人你出來創業 其實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資金的問題嘛 所以呢我希望你再一次的把我的意見 轉拿給這個勞動局知道 就是有關於創業貸款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能夠提高創業貸款的額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希望能夠幫助年輕人啊 你在創業貸款的時候呢 你能夠延長他還款的這個期限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我希望呢 你跟勞動局協調 那麼有關於創業貸款的這個 所謂利息的這個部分啊 希望也能夠出面幫忙做一些談判 然後把這個創業貸款的這個金額的這個利息 把它做一個這個降低啊 那再來一個就是有關於這個 條件的這個申請的這個部分啊 我覺得應該要做適度的這個放寬啊 否則的話你政府待會兒 不管是你那個青年事務局或者是勞動局 你你做了這個等於是畫了一些大餅啊 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啊 那那所以換句話講就是口會而實不會 那對很多青年朋友來講啊 我覺得他們只是望著政策心探而已 沒有辦法享受到政府真正照顧的這樣的責任 那局長你的看法到底怎樣 謝謝議員的這個這個謝謝的指導 剛剛議員講的相當的這個正確 那後續呢我們也會跟這個 因為這個像中小企業融資保證的金發局 然後還有勞動部啦其他部會 我們都會針對這七個本局在提供這個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的這個母金的這一塊 讓年輕朋友他在申請這個創業貸款的這個過程當中啊 我們有一個一對一的給他輔導 然後專責把他幫他寫發企劃案啊 然後也能夠教導他 讓他能夠比較順利的能夠來取得這個貸款 也能夠因為取得貸款而來享受我們桃園市政府 針對這個創業貸款的利息補貼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議員的這個指導 那局長我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我講這個 因為時間上有限 所以呢當然就是青年那個創業貸款這個部分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你青年事務局 首要的這個施政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政策方向 那可是我們看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從我們成立青年事務局以來 我們辦了太多消耗性的這個活動對不對 你比方說像一些座談 你的座談辦完了以後 這些青年朋友他到底有沒有收獲 你們有去做一些效益上的一個評估嗎 那你做一些戶外的一些活動 甚至是體驗營的這個活動 那你只把錢花出去了以後 那你有沒有去了解到這個整個計劃 他回饋給我們桃園市政府 或者是回饋給我們這個社會 甚至是這些年輕朋友 到底從這些活動的安排 那麼以及座談 或者是論壇這些活動當中 到底實質上得到一些 什麼樣的一個收獲 那我們不要把很多的這個錢 做太多無謂的這個浪費 對不對 你就不要像那個傳過水無痕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講來聽點 我們很多的那個經費 如果你去措置的話 我們常常講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還可怕 如果你資源做一些措置 那我覺得就廣費 我們當初桃園市議會 支持我們青年事務局 成立的這樣的一個本意 所以我拜託局長 說實在的責任重大 因為青年是我們國家 未來的動糧嘛對不對 也是我們國家 未來發展的這個希望 如果你在這個區塊 如果做不好的話 我覺得國家 哪裡有什麼前途可言 對不對 社會哪裡還有什麼光明 可以期許呢 是不是這樣子 謝謝一座 拜託局長一下好嗎 我們未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范剛翔辦議員 以及王浩宇王議員 還有楊家良楊議員 以及陳志文陳議員 共用2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個黎議局長 班議員好 我覺得好 個案有時候是給我們警惕 可是我們要看一件事情 其實比較重要 要從制度面去看 從制度面看統計數字 去了解原因 然後去思考每一個地方 它的差異性在哪裡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 我今天我就先問你幾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 我們最近12個月 我們全國的警察 自殺上新聞的事件 大概有多少件 七件 七件大概是今年 我告訴你 過去12個月 大概是12件 大概一個月一件 這很可惜 因為我們其實警察同仁很辛苦 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你這樣抱下去 大家就注意到這些事情 非常可惜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遠景非因公死亡的這個事件裡面 最大的主因是病故 非因公死亡 第二大的死因是什麼 猜猜看 有可能事情 的確就是自殺 它跟一般案件不一樣 一般人的平均的死亡率 是意外的傷害 就車禍那些死亡之後才排自殺 警察是排第二 第三個數字是什麼呢 你猜猜看 我們警察的平均的自殺率 跟我們所有國民的自殺率 平均起來是高還是低 大概是高了多少 猜猜看 沒關係不好猜了 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我告訴你 大約遠景的自殺率 是比一般的自殺率高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 沒有高到那麼高 可是說真的 我跟妳講這三個數字的意義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就告訴我們 警察這個行業的特性是什麼 警察這個行業的特性是高壓力 他要對外維持一個硬漢的形象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可是說真的 我覺得一個人面對自己的脆弱 不是壞事 警察也同樣有脆弱的時候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我們感覺到脆弱的時候 我們給他什麼樣的支援 我剛剛那三個數字只是告訴警察 這個告訴黎局長 其實呢 在統計上 這個工作的確是比較辛苦的 那麼假如我們知道在制度面 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合理的做法就是 因應這個行業的特性 我們應該在心理輔導上 給他特別多的協助 對不對 因為這個工作的特性是這樣子 脆弱沒有關係 脆弱要面對 我們不能夠裝作沒看到 好 那我現在拉回來我們的工作報告 請你猜猜看 這個你應該知道 請你想想看我們的工作報告裡面 談到警察的心理輔導總共有幾個字 我們的工作報告裡面 談到警察的心理輔導有幾個字 不用翻了啦 因為你翻不到 零 零 零 我想 我知道我們警察局 希望把事情做好 可是有時候不是一個對外的事情 我希望說我們的員警 有更好的工作環境 給他一個合理的環境 好不好 希望我們大家重視這件事情 我是用統計數字的方法 來告訴我們黎局長 還有我們這個廖分局長 各位 那麼 好 再接下來 雖然說我們工作報告沒有寫 但是並不表示我們不重視 OK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希望說以後 因為很多地方其實我慢慢來建立 我首先要提醒一點 就是說 對不起 我再講一個數字 遠景自殺的這個年齡層最高的是哪個年齡層 正確 好 那我要問 在這個年齡層 或者在其他年齡層裡面 我們現在有沒有預防的通報的制度 有沒有 是什麼樣的制度 我們心理輔導的制度是怎麼樣的制度 我們現在有關老師的心理輔導室 好 那 OK 那通報制度呢 假設他沒有主動去尋求資源的時候 誰要去注意這些事情 這些二十幾歲的年輕遠景 說真的問題真的可能壓力很大 誰去 我單位的主管 單位主管 好 那我是希望說他能夠有個制度性的做法 因為事實上不會完全沒有徵兆 雖然說有時候不好發現 那我希望這一點要去注意 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通報的制度 把這些事情我們都先注意到 那 好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心理輔導 我們講說關老師 好 關老師是由誰來擔任 誰是關老師 現在我們有聘請八位心理師 擔任諮詢委員 OK 現在有心理師擔任諮詢委員 那接受心理輔導是他們嗎 接受心理輔導是誰 是什麼樣集職的人 因為我們覺得他不管是感情 或工作或家庭有一些壓力 那我們發現有一些稍微異常的 我們會篩選出來 我知道 我的問題是說 誰來做這個接電話的人 誰來跟他們對談 誰 什麼樣的集職 我們訓練科都有幹部會接受 OK好沒關係 我想這個局長可能不方便講 據我所了解是督導來擔任所謂的 關老師這樣的職務 以前是督察室 以前是督察室 所以現在已經轉換角色 變成一個 所以現在我們的心理諮商是有固定的專線 來去接這些電話嗎 有訓練科 有訓練科 那這些是所謂的 我們按照我們的心理師法 所通過的諮商心理師或者是臨床心理師呢 還是一般的有輔導的這方面的 這個本職學能的人士呢 這八位是訓練科長 有諮商心理師或者是臨床心理師的執照嗎 請講 請講 那可能要快一點 因為後面還有一些 那抱一座 那我們目前有十四位的關老師 那麼配合有八位的心理諮商師 來做這個有關遠景基層的心理諮商輔導的工作 我再問一次 心理諮商師是不是有經過合法的高考證照的諮商心理師 抱歉說我們沒有 受過心理輔導的訓練 這部分我們是沒有 沒有 那我們負責是轉介 轉介到外面合格的精神科醫師來做輔導 所以現在已經有轉介的制度 是轉介的制度 那已經比我從搜尋得來的資料好了 因為一般同仁他也怕被標籤化 好 所以我們用轉介的一個角色 好 那麼希望在這個地方繼續去注意 因為說真的 你要說跟長官去談這些事情恐怖不好談 那麼希望能夠讓他很容易去心理諮商 然後把這個預防通報的制度把它建立好 我希望在制度上多改進 你又不要再出現這樣的事情 很可惜 因為我們這麼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那既然這樣我就延續這個 方剛強議員的議題 那我想心理輔導的確是 其實應該 我想 除了心理輔導之外 其實更重要就是說 要拜託局長 就是我們要特別注重這個 我們照顧第一線的遠景同仁 尤其在執行起務時候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 我很簡單的只是來說一下 就 當然遠景很辛苦 那遠景當有破破案件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也要拜託局長 能夠好好的給予他們獎勵 畢竟這一次2016的這個 我看天下雜誌的調查 是鄭文燦市長的市政力第一 市政力第一裡面的17項指標裡面 就有6項指標都是跟我們警察同仁有關 就是我們警察局的業務 所以我相信鄭文燦市長的市政力第一 我們這個桃園市警局的這個也是功不可沒 那像最近一次我們剛剛颱風天丸 9月28號那一天 剛好那一天就是 那個我的輔助主任剛好在住家旁邊 他就看到我們有兩個遠景同仁 一個是尋佐 蕭忠明 一個是包聖人警員兩個人 颱風天丸 就看到他們兩個在追這個通緝犯 看到他們跳到那個鑽溝裡面 然後跟著那個通緝犯 然後這個東跑西竄 非常辛苦 然後那個全身都是泥巴 但他們還是很順利把這個通緝犯給抓到了 那其實像這樣也沒有上媒體 我相信我們第一線同仁 撥過很多案件的時候 其實也都沒有受到媒體的關注報導 但我相信我們的警察局內部 我們的局長應該都知道 那在這個部分 能不能給予我們這些第一線遠景同仁 給他們這麼辛苦的工作表現 給予他們表揚給予他們獎勵 我想這個未來是不是也可以納入這其中一個方式 就在他們有壓力的時候我們輔導他們 在他們有工作傑出表現的時候 我們也表揚他們 這個能拜託局長好不好 謝謝一座的關心 那像我們同仁有衛免服務G.O的表現 我們每個禮拜的周報都有表揚 那我們透過警友會 我們就是每一位同仁有一個事蹟 就是一千塊的禮勸還有獎狀 那像這個剛才一座所提的這個查譜逃犯 或者逮捕現刑犯 表現G.O的 那像這個全責範圍如果是在分局的話 那我想分局長都會馬上獎勵 那我們就為了請這個局長跟分局長 我們一起來努力好不好 如果全責是屬於警察局的 他們就趕快報上 好 那謝謝局長 我們請局長跟分長請坐 我們請佳慶局長 我想剩下30秒的時間 我還是先必須對於這個清廉局的事務給予肯定 畢竟清廉事務局說真的這是摸著石頭過河 這個業務 清廉事務局的成立是全國唯一一個 那這個業務的內容範圍 我相信我們摸著石頭過河 一步一驅 這個如履薄冰 我相信這個業務執行應該是會越來越上軌道 那當然我比如說像青創指揮部 我們最近做了一本手冊 我覺得那就很特別啊 就這個武功秘籍嘛 能夠在那個裡面把所有跟清廉事 福利有關的東西彙整在一本 而不是過去一大本然後散在各局處 青年福利跟一般福利都放在一起 那我相信這個是一個主動性的 提供給青年的一個服務工作方式 我相信這樣的主動服務能夠越來越多 好不好 是我們會持續來努力也謝謝嘉良議員給我們的支持 是 好那謝謝局長 謝謝 局長好 那個最近我發現你們在取締那個噪音車上面的成效非常的卓越 就是其實過去其實每天幾乎都會接到民眾抱怨噪音車 最近真的少很多這個部分給你們非常大的肯定 應該是做得不錯 我們從4月1號開始 全力加強 包括我們結合監禮站啊 環保局啊 我們這個聯合機查小組啊 全力來查氣 而且我要我們所有的同仁啊 這個都列為重點 好我也是希望說就是噪音能夠做得這麼好 那計程車亂跳錶的問題 計程車繞路的問題 計程車喊架的問題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用鐵碗的一個政策 兩三個月的時間 讓所有的中立前站後站 還有桃園前站後站的這些排班計程車知道 警察是有牙齒的 我們不是紫老虎 因為我真的常常看到你們的員警 跟計程車司機打成一片啊 那只是打成一片 那違法事情就看不到了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要 我對於這個部分要負一點責任啊 否則外地的人每一次來桃園坐計程車 然後最後就被跳錶 最後就亂喊架 最後就繞路 那其實對形象上是非常傷害的 根據做報告 他如果不按錶收費 這個是屬於交通局的業務 那不過我們只要民眾投訴 我們都會轉介 那像今年一共轉介了五件 像那個像噪音的部分也是環保局的業務啊 但是警方跟環保局也是 也是配合的合作嘛 那我講這個案子 你們也可以跟交通局配合合作嗎 因為他不按按表收費啊 這個按照公路法 他罰九千到九萬 另外就是在強迫推銷這部分 你們最近也有在做嗎 中立分局 我們的中立派出所的一行的所長 他也是在做這個部分 然後也上了媒體 然後其實也是真的是 大家都說大快人心啊 那其實不只是中立啊 桃園也有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你們可以加油 有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那如果還有強迫推銷的部分 包含比較多爭議的是像那個化妝品的部分 有些拉進去 一馬一千就十萬五萬的 這種部分 如果真的有強迫的部分 警局能夠介入的應該也要介入 我們會介入 像中立那個他是新北市搭火車過來的 那所以在中立火車站 桃園火車站這個部分 或高鐵站 應該是同一個集團嗎 應該是同一個集團 這個我們會深入來追查 好另外就是 最近有 我發現就是說 公車站牌附近的違規停車非常嚴重 就是其實很多民眾都反映說要搭公車 但是常常在公車站的一個位置 公車停車站的位置 被民眾違庭、臨庭的一些狀況占據 那這個部分希望就是你們可以定期的巡邏 那特別是針對公車站牌的部分 可以至少進空 讓他們比較安全 這個可能民眾 搭車的民眾會突方便 這個部分我們會加強巡邏 加強勸導 最後就是在我們中立後站的U-bike 已經開始運行了 已經可以用了 但是我這兩天過去發現說 U-bike的停車格裡面 大概都停了非常多的那個機車 幾乎都停在U-bike的位置上面 甚至有民眾要去還車 發現都沒辦法還 因為都被機車站滿了 那希望這個部分也加強取締 好嗎 這我們六個重點 OK 謝謝局長 謝謝 好 謝謝 在這邊呢 我先請教我們青年事務局 是一座好 因為說實在的 一早上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相信很多的那個議員先進 對我們青年事務局也有很多的一些建言 那當然我是希望說這些建言 我們都能夠來去包容 來去看看未來有什麼可以檢討的地方 那在這邊也鼓勵我們青年事務局 那在這邊不好意思 我先借用一點時間 因為比較稍微晚一點到 因為早上我們自己場次 但是比較多 好像有一些比較新面孔 是不是 我們有副局長 圖副局長 是是 歡迎歡迎 然後主任秘書應該一座也熟悉 我只要新面孔就好 專門委員 是 周淑霞 然後代理科長邱桂秋 是是是 是 好 其他兩位科長 一個是喇娃部姓科長 一個是黃鴻佳科長 好 謝謝 大家加油 以上有幾個意見的部分 我們來交流一下 好 首先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你們今年真的說實在 我覺得辦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就是所謂的成年禮 成年禮 那當然以往在青年事務局還沒有成立之前 這個活動當然是由民政局來去辦理 那因為已經升格了 那我們桃園市政府也有一個青年事務局 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所以當然我們的成年禮這樣的活動 我們就移撥到青年事務局來去舉辦 那真的是我覺得有一點點 我們意見需要交流的部分來講 是 因為我們是第一 因為新單位嘛 對不對 新的單位是 那我們今年是第一年事辦 當然這整個的成效 說實在的也非常好 這個意義也非常 這個活動也非常有意義 不過說實在 我覺得有點小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宣傳的一個時間 可能宣傳的時間 比較稍作不足 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覺得在整體的一個活動經費上面 是不是未來我們需要在這個活動上面 需要再加加油 再努力一下 是 還有就是所謂的時間地點的部分 因為我說過嘛 我們第一年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所以難免在時間地點上面 我們是未來也要考慮到年輕人的一個需求 為什麼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是在平鎮公園嘛 那平鎮公園說實在 成年裡 表示說我們的對象大部分都是還未滿18歲 那未滿18歲的年輕人 他們來就是必須要考慮其他的公共運輸的部分來 所以未來可能我們集結地點 可能就是要交通便利的部分 可能要考量一下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時間上的問題 我們這一次成年裡的時間 是在凌晨5點開始集結嘛 對不對 那因為這樣子的時間說實在的 如果剛剛講過 他們大部分來都要搭乘我們的公共運輸 那公共運輸最早一班的時間 好像也要5點20吧 這時間就算你5點集結 表示說他要提早可能4點半 或者是甚至4點40 他們就要出外搭車 可是這個時間好像空公運輸都還沒有開始 所以這個時間還沒有開始 所以可能時間上 我們要稍微再稍加注意一下 然後還有部分就是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內容 是以腳踏車為主吧 那當時現場我們有詢問過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也是第一次騎腳踏車 那第一次騎腳踏車 又環繞我們整個的桃園 所以因為都在公路上奔馳 這個意義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下一次的部分來講 其實我希望說 朝一些多元化的一些活動來去進行 是 這部分我是希望說 我們青年事務局 針對這個活動 未來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好的 那我們也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其實在前一天 也有請這個參與的同學 來做一個安全上的宣導 因為就如同剛剛一座講的 怕說他第一次騎 萬一在這個馬路上跌倒了 那怎麼樣來減少自己的這個受傷的程度 也跟一座來說說明 好 謝謝 那還有有一個部分來講 我覺得你們宣導的部分 可能要再加強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國際 就是我們國際志工參與的相關的一些補助要點 目前來講 我們青年事務局有些一些相關的補助辦法 對不對 你們要不要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補助的方法跟管道 還有補助的對象等等 略做說明好不好 好的 那這個青年國際志工的這個服務補助 這今年是也延續去年的辦理 那我們今年的便利的預算是 總共是95萬 那到今天為止呢 總共有八個單位 包含這個新生醫專 原製大學 還有我們的社團 像綠生活協會 還有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他們等等這八個單位 那在宣傳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這個發 這個發含到我們全桃園的大專院校 高中職以及這個社團 那後 我們現在有聽到一些聲音就是說 其實現在高中生 他也很有意願來從事這個國際志工 所以我們也會 希望從高中職這邊也多於宣傳 他們也希望拓展他們一些國際觀 也希望說 多跟其他的城市來做一些志工的交流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在對象上面再稍作注意 然後可能在宣導部分 那是跟各學校再密切的配合 好的 這個我們會來接續辦理 好 最後還有有關於 我想說很多議員都在質疑說 你們的活動辦那麼多 不過我倒是希望鼓勵你們活動多辦一點 為什麼新的單位 真的要透過活動 來跟我們的年輕人來做一個結合 我們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 到底想的是什麼 當然未來活動的一些調整的方向 會隨著每一次的活動 接觸的對象 以及他們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意見交流的 一些意見交流表 對不對 然後未來的活動的一些內容 跟方向 我們再略做調整 好的 我們會持續來努力 也謝謝議員給我們支持 好 謝謝 那最後就關於那個 輕創基地的部分 這部分我覺得說 目前在我們的三樓 在我們三樓 那現在目前從3月13號成立到現在 有一萬多人 近一萬人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個基地 是是 我希望大家再繼續加油 好 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魯明哲魯議員 以及梁偉超梁議員 共用2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請問青年事務局 我們陳局長 陳局長 我是否能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早上很多議員 在青年事務局 其實看法都不太一樣 看法都不太一樣 而且非常極端 有議員說做得很好 有議員說做得不太好 那當然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但我覺得 全部桃園的 你所定義的青年族群 認為你好不好 那是你努力的一個重點 在這裡別人才都沒有用 我可以忍兩年 兩年之後不管透過街坊 透過問卷 透過民調 針對十五歲到四歲這些年輕人 到底知道你在幹什麼 是你青年事務局現在所打拼的一個重點 所以今天喔 你在這裡對很多事情 你有自己的看法 你自己的努力的方向 你要突破很多點 集中成一個面 你的策略怎麼樣 我們不清楚啦 好不清楚 可是我今天要提醒你 第一個 大家說看到很進步啊 其實我覺得 有在努力啊 因為人也比較齊一點 做事情應該要比第一年進步很多 這個必須來肯定啊 第二個勒 是不是因為我們副局長 副局長到任 欸副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 是不是你到任高手到啦 高手帶明天 高手帶青年事務局啊 我剛剛聽到有議員問你啊 說執行力怎麼樣 哇真的充滿了光榮啊 真的 跟去年的執行力 那簡直是天差地啊 去年四五十趴啊 現在同樣的期間 你可以做到七三點一六趴啊 七三點一六趴啊 七三點一六趴真的到八月底啊 七三點一六趴真不簡單 結果一查原因是什麼 所以議員聽說 哇真的真的進步了 原來是你只是改變的方式 我們是希望你更努力 你改變的方式 把到八個月的分配數 就是你一年預算裡面 分配到前八個月的齁 目前為止是 全桃園三十個局是最低的 其實我覺得高手在這邊 不要這樣玩 不要這樣玩 你只分配到百之三十五 副局長 如果說 執行力需要這樣玩的話 議員也不是傻瓜嘛 你總共十二個月 我們賦予你預算 是給你十二個月 今年度的預算 當然 是不是除以十二 坦白講不一定 不一定 可是有些交通局可以講說 我十二月才有一個大工程發報 我接受嘛 青年事務局以活動為主 對不對 十萬八萬 你說你全部都切到最後兩三個月 我覺得齁 我覺得齁 我現在看齁 你前面八個月 只分配到你總預算 1.6億的百分之三十五 我覺得在玩嘛 你在玩這些數字 但是議員懂 那你說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六十五 另外大概一億 你就是最後三個月把它消化 剛剛議員問你說 七三 那還有百分之二十七 你說有信心還有三個月 還有三個月 不是把現在八月就該完成百分之百 你分配的預算數 你才完成百分之七十三 你後面還有一億的預算 百分之六十五的預算 後面三個月 所以我是副局長請坐 那個陳議長 我不知道是不是副局長還主命 這是誰交的 因為去年 蠻聰明的 他這個年底 我們也有幾個工程款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活動的核銷 他會集中在年底 所以就經費上會放在比較年後的 在這邊的機會 跟議座來做說明 會持續去看 沒關係你只排第三名 你放心 還有第一名第二名 我們會針對第一名第二名 這第一個給你的建議 希望你每年都有這麼多一個工程 那不要把它變成一種習慣 來應付明年審預算的時候 大家來出招不必 我們都會看 第二個 我是能不能建議你 我真的良心建議 你跟政事長講一下 你們的職業怎麼科變成青年生涯科 我們不要在這裡每一次 我也很煩 到底找工作去找你 還是找勞動局 勞動局一來說青年就業也是勞動局的事 但是你每次被罵我也很心疼 我很心疼 你講職涯 那就是人家就跟你來談職業了 我沒有職業從沒有職業的零步開始 你生涯就不太一樣 生涯可能是個人工作也是生涯一部分 那你先踏出第一步 我幫你安排後面 所以第一步從零到一找到工作給勞動局 那從一之後 你有工作了 適不適合你 你的感受怎麼夠 這邊那邊有官老師 你們那邊清老師也沒關係 弄一堆人 給大家講說你的工作適不適合你 你們兩個一直要在那邊砍 反正你那個錢也是 就是找那個機會補助人家 你改一個生涯 你以後不找工作了 不會罵你 我這樣跟你良心的建議 我這個不是虧你 你在做的 你平白一座的說明 不是 因為你那天打架給我 我問一下 因為我兒子剛退伍 我就來試用一下 試用一下 兒子剛退伍 他正在找工作 我說 謝謝局長很熱心 我說局長 我請問一下兒子要找工作 青年事務局有沒有什麼相關的 比較大的資源 我也讓他去看一看 但我們聊了半天 你也很努力想了半天 但我覺得 都是 因為可能不是你的業務 所以你很辛苦 很辛苦 郁總 說明一下 因為 我也謝謝你打電話給我 其實公子的這個 未來的發展性很大 尤其是VRAR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會辦一些VRAR的課程 因為他是攝影專家 現在其實很缺這方面的專才 謝謝 所以我們會持續跟 你是只能介紹你樓上的四家公司 但是青年事務局 針對幾十萬個青年 你的方向不能只是這樣 每個青年打電話給你 我們樓上有VR有什麼 我先講謝謝你 謝謝你 至少你講了幾家 讓人家 再請他來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 你現在面對的是 所有的 你所謂的青年 你要服務的一個對象 你這樣的一個資源 遠遠不夠 那找工作的事情 是不是回歸本業給勞動局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但是你如果柯的名字不改 大家有關職業的話 一定找你 最後一個 這是我看到的 這一年多 我期待改變 我說我兩年之後 兩年的時間 我會來評鑑你們整體的表現 我一直期待你是很廣的 不然你現在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 我現在我周邊的 我這樣說 我今天不要管我藍的還綠的 我知道我周邊的青年人 我問十個有九個半 青年事務局 聽說過的大概有兩 青年事務局對你有什麼幫助 一不小心到零 所以這種民調出來 對鄭市長兩年之後 我已經預告了 因為我覺得市政不是那種猜游戲 你服務的對象也不是你 你那個很會講 沒有嘛 你服務的對象 我去民調 我去訪查 但是偷偷摸摸做沒意思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現在發生什麼問題 你現在可能為了討大家的歡心 或者市長來或誰來 沒人不好意思 你不要老是煩洩言界好不好 一坐在那邊 活動沒有人啊 每次志工隊一來 我覺得看到好多的活動啊 到你前面辦了幾場 照片一PO出來 那坐在前三排的 就附近的志工 當然尊重這些長輩 我們都很尊重 可是青年事務局已經做了一年多 還要說為了 哇操空的啊 空的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我辦個晚會 如果空的 表示他沒有吸引力 沒有人自動來 現在很糟糕一點 會很擔心 兩年的成績很差的原因 你現在還沒有引起普遍青年的共鳴 你現在還沒有引發他們自動願意來的動力 你甚至很多活動 你連通知他那邊都沒通知他 因為你們現在喜歡做素食店 什麼叫素食店 就是以前嘛 我跟你講國民黨為什麼這麼難經營啊 他佔了一萬人你知道嗎 哇鼓掌在那邊喊 都是動員來的你知道嗎 動員來了吃便當還沒發便當啊 八點半又要回家了 你現在的狀況是第一階段 動員來的為主 第二個什麼叫素食 哎呀學校喜歡學生坐在那邊不會動 乖乖的 而且數字漂亮 進中原大學一萬人 進什麼呢兩萬人 但是我跟你我跟你說 我覺得如果你弄了一年這樣的為主 我看你所有的活動 剛剛楊佳佳特別講說 你印了四萬冊的我覺得非常棒啊 青年的福利 多少討厭人的青年收不到啊 你往學校四萬全部發 你的業績很棒啊 當天發完啊 但是我跟你講在個裡的社會青年 社會青年佔的比例多少 請說 社會青年佔的人數 二十歲畢業找工作到四歲 所以我們四萬本優先來發給大學 但是我們也有電子版 所以我們透過電子版 因為現在年輕人也希望能夠有電子版 你講對了嘛 電子版應該給學校 都有都有 我們是雙方面在進行 第二個就是說剛剛 我是覺得不要這樣子拼業績啦 現在所有活動大概有七成要辦 大家都找學校 曹大學我覺得一定要 但是我很早就歸你講說三成 真正需要的 包括不要說我兒子啊 一堆人茫茫然 茫茫然一堆 從二十幾歲到四十歲茫茫然 當然你動員不來他嘛 你也不知道在哪聯絡到他 也許你說你發手指發到他家裡 搞不好他阿公拿 可是你搞到現在 如果還有這種擔心的話 我就很危險 就是這些需要你幫忙七成學生 在哪裡 你如何接觸他 你兩年的時間 你必須要去面對 這個我們會來檢討 剛剛益作說 跟益作報告 他這是我們周邊的里面 我們沒有動員我們任何周邊的里面 包括因為謝謝里長 也跟你我都很熟 我們沒有在動員這個里長 你不要每次志工人家在那裡 這個救火隊 他那個是門口 不要常用 不要常用 謝謝益作的提醒 我們不會動員里長 繼續追到陳局長 我想你很用心 我也給你大的肯定 謝謝維超議員 畢竟七年事務局是首創的 全國的 但你的團隊到底有沒有跟上你 我想這些部分你要去了解 我想剛才盧議員提的問題 也都是的確的問題 去您質詢率第一名 最後一名 好沒關係 我今年給你改善的空間 但在數字上 我覺得副局長不應該這樣玩 不要影響了議員對你的信任 當然我想青年這一塊 我們除了深度夠之外 廣度一定要夠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朋友 對青年事務局的了解還不夠 為什麼青年朋友 對到底青年事務局的幫助 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部分 陳局長你要深思的 我想我也是青年朋友 我也支持青年人 我絕對也支持青年事務局 那這個階段 我希望在下個階段 不管你的預算的審核也好 你們要提出一個非常完整的 預算的說明 讓我們了解到青年朋友 到底未來青年事務局 他直接幫助 間接幫助 實質幫助哪裡 這個部分 我希望陳局長能夠了解 好 謝謝一做的指導 謝謝我們會來加強 好 局長給你鼓勵 你現在還是真的局長 是有權吧 一直以來都是局長 一直以來都是局長 我知道是有權的局長 還是沒權的局 這個局是個人會來負責 這個局的成敗 有權 以前阻密阻密換了 現在副局長 副局長會不會月局報告 會不會直接跟副民主長報告什麼事 來押局長會不會 不會 以前到現在都沒有這回事 謝謝 請坐 這個議長的關心 謝謝 李局長 這個 剛好想問的問題 昨天正好電視機在廣播 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是給我們桃園所有市警局的一個很強烈的建議 因為我到昨天打電話跟我通話的園警負責同仁都喊到昨天為止 我說那拜託你去看新聞好不好 昨天我說你們的質疑運動怎麼這麼low啊 結果 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都是警政署的整個質疑運動現在就是這樣 未來警政署也會GPS 逐步會有什麼去弄 我聽不懂 我說 所以你說全台灣所有的縣市 韓直辣市都是跟你一樣啊 都是用這種新實際時代的玩頁嗎 他說目前沒有我們不知道 好不知道沒關係 但是局長 現在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了 過去用想像的很多就大數據啊 人家連進7-11進什麼店 照一下臉 是年輕的什麼 趕快來匯整 什麼商品 現在大數據時代人家已經用到那種高科技前端了 我只拜託一件事齁 局長 其實這沒有什麼 不是什麼大的弊案 不是這個問題啊 我說啊 在這裡我鼓勵推動一下 就是今天要 資訊要往前跑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上個禮拜就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因為住戶跟我說 欸議員 我們這前面的轉角的路口啊 發生幾次死亡的車禍啊 你看人就撞在這裡 這樣子對不對 那已經撞兩次 我看是一個大彎 那我想說 然後我就跟我秘書說 我說這樣好了 三個程序 第一個 確實有死亡車禍是真還假的 掉資料 對不對 掉資料我找交通局嘛 該改善什麼改善什麼嘛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結果啊 跟警察局 先衝一分去掉 我是講那個路口 50公尺以內 結果晚上我回答 說是沒有 我就很火大啊 火大什麼 我就打電話給那個住戶啊 我說你們是 幹嘛騙我 他說哇我錄影帶都有人 就死掉了 A1車禍 我說A1車禍 怎麼會打沒有 當然這過程就不講了 到第三天碰到你們公關了 第三天喔 到碰到公關了 他問我對警政有什麼議題 我說 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機通壓獎 明明就有一個A1車禍 至少一個A1車禍在那裡 後面謝謝第三天 第三天 直徑給我了 有兩個車禍 一個重傷一個死亡 一個二月一個八月 好你們 但是三天之後給我 那消防局啊 消防局我就不在這邊講 消防局給我很積極啊 你知道嗎給我給我一堆啊 然後後面叫我把車禍跟創傷的分開 然後又給了一些很奇怪的你知道嗎 後面他也跟我講說 譬如說我們的系統齁 是如果你是查中山東路 跟原化路口查得到 如果你把原化路口 中山路口顛倒一下 查不到 不過還好我昨天問說警政系統比他聰明 所以消防現在的查證一種是 舊石器時代 舊石器時代 自己玩的高興的 你們不錯 有進步到新石器時代 警政署帶領進步的步伐 什麼叫舊的 最早的資訊我們都知道嘛 你學生填的資料填的資料 就收錢放到檔萬事嘛 等他鑄蟲鑄掉潮濕掉嘛 然後偶爾要掉了 我學生證回去的時候再開始翻嘛 那叫做舊石器時代嘛 新石器時代也是一樣 就資訊還是內用 我自己用 我自己用 我不跟人家分享 我自己用 那但是用你不要問我怎麼用 我反正想一定辦法查到 昨天我們中心分局很可愛啊 我說我要查五十公尺以內 他說我會把用Google Map 把五十公尺以內的門牌全部掉出來 老闆門牌所有的輸入 我真的覺得這不是我們的系統啊 我的警政署的一個系統啊 現在真的在這種一個自己內用 而且沒有多元一個搜尋啊 這非常舊的系統 那我們要晉升到至少下一集好不好 下一集現在用大數據來利用 你沒有大數據 就是說大數據利用要開放 你不用開放也沒關係 你說我警政署先做封閉的 要做圖資嘛 因為Google Map上面動態圖資嘛 然後到底哪裡有A1 B1車 你就算自己不開放 對不對 你也知道 你在開會的時候也很清楚 A1 A2 A3車禍分佈在哪裡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分析 議員或者相關人員一調 請問一下這路口五十公尺 你滑鼠一畫 一抓到的點 其實外面的已經每一個軟體都這樣 每一個軟體都有那個地圖來去索引 所有操作人也不會被議員去罵 那最後當然我們希望做到 高雄市已經做到 已經做到的 你們在這個是他的那個網址 所有的成果出現在地圖上面 這叫進入大數據時代嘛 你知道多少人期待要用 里長希望我這個領 有幾個交通特別的熱區危險區塊 里長可以幫忙你做一些耗製嘛 那住戶對不對 住戶要行車經過的人 他也知道哪裡是熱區要注意嘛 那議員要用資料 何必要每次打給交通 那個我們翁大隊長 來抱歉來一直麻煩你啊 我幹什麼問一個路口 還扯半天 人家高雄已經做到 就大數據分享 我昨天晚上特別上任完的 還真的是 你隨便一框上面打 當然不要違反個資法 對不對 他車號A1什麼樣死亡時候都出來 我真的希望局長齁 能夠加快步伐自己編譯算啦 整體的進步很慢嘛 其他包括北高 竟然有新的系統大數據開放的 讓所有相關人都能夠知道 這個部分 我希望這個是比較好的 好 局長我想你也用心啦齁 不管在破案的效率也好 警察的士氣也好 各方面我想都做得很好 那如院剛才所提的啦 現在已經資訊化的時代 科技化的時代 人手一機都可以查到任何的資料 但警方的某些資料 應該適時的揭露 只要不要違反個資法的狀態之下 我想應該都可以讓民眾知道啦 我想這種大數據的揭露 熱鹼的揭露 讓很多易造式的入口 或者是非常容易 引發車禍的一些狀態 是不是隨時都可以讓民眾知道 讓里長知道 讓他們可以做防範的措施 局長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謝謝兩位一座 那我想高雄市這個部分 我們會去觀摩 那另外警政署 他現在整合一個系統 就是交通事故案件服務系統 那大概從106年開始要啟用 他包括這個交通事故的一個經緯度 還有我們員警到現場去處理的狀況 我想重點就是資料要透明化 讓里也知道 讓民眾也能夠隨時能夠查一下資料 局長你覺得這個部分大概多久 我們警察局可以做到 大概多久時間 我想我們盡全力來努力 大概時間講一下嘛 局長要有信心啊 我想你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啊 那至於這個訊息跟資料的揭露跟內建的記錄 我覺得這個部分沒什麼大不了嘛 熱點的公布對民眾而言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啊 但問題是他們有資料的權利啊 也可以防範各種車禍的狀態啊 這樣好啦 今天預算有沒有變我不知道啦 先把它做到第三步 內部的動態資訊資料 讓所有的遠景很好去用 要掌握資料用 只要在圖上畫滑鼠一下就可以了 自己先內部用 最後大數據要怎麼樣去開放 你們再研究了好不好 好的 好這部分就拜託局長 好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蘇翠林書議員發言 時間八分鐘謝謝 謝謝 誒誒誒 議長 有開 好 警察局長 其實剛剛我們 蘇翁好 跟梁議員講的喔 就是這個資料要透明化 要開放 其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提醒 所有的用路人 駕駛人 他要特別的在這個 遺照式路段要特別的注意跟小心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說犯罪的預防 或者是一些事故的預防 其實是重於事後的偵辦嘛 對不對 那我想這次我們看到 我們在警察局104年的決算裡頭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數字喔 你看我們的決算裡頭 我們罰金罰還的收入啊 我們的決算數啊 比這個預算數多了多少 多了五千多萬 多了五千多萬 然後呢保留數是多少 八千多萬 表示呢我們罰金罰還的收入啊 超過我們的預期 多了五千多萬這個數字 那可是呢 罰金罰還收入裡頭 又有八千多萬 是沒有絞進公庫銀行裡頭的 那這個數字又代表什麼啊 這個數字啊 其中啊 這個八千多萬的這個收入當中啊 我們看到 保留最多的是 是毒品罰還的收入 毒品罰還裡頭有七千 保留數八千八百五十萬當中 毒品的罰還保留數是有七千四百七十一 然後交通罰還只有一千三百七十九萬 也就是 毒品它的罰還的這個這個金額裡頭 有在所有的保留數裡頭 毒品佔了百分之八十四點四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罰還針對毒品的這個使用的人來說 我覺得根本沒有辦法發揮它的功效 所以呢 你即便裁罰它 它一樣不繳 而這個數字這麼高 我們還沒算累計數 我現在只算一百零四年的決算數 這個累計數如果加起來會更可怕 呢 那我現在再回個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